文綺寄成 議員 台湾的長期長、比署長、副管理、各位主管 我們所謂委員選擇 議員董人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們先選獨定一處的會議記錄 林綠營 王立賢 黃旭平 李靖榮 主席宣告開會 一 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議事日程 二 議事主宣讀第七次會議記錄 二 憲政總質詢 以業務質詢 三 主席財事 預言所需之資料 請各局處應於其需求確實提供 並於三天內送至本會 四 善會 上午11時11分 以上 議員董人對我們會記錄有意見 如果沒有我們的確認 我們今天拜託的是總質詢 我們的順序是保辦議員先 本來是婉政議員跟換英軍議員 因為婉政跟英軍有交換 所以待會第二位是英軍議員 再來跟換婉政 再來跟換阿總議員 我們是不是請我們保辦議員 還是我們的總質順 好不好 今天主席 我們黨副議長 我們管理所有的以及主管 我們明天 我們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來請這個本法公共教 請問我請教你 他是議員 您有在這裡什麼我黨有給 су責付 你叫做100% Você 你有偏 還有1800萬嗎 是 你一名 你怎麼樣 台湾主席 台湾議長各位議員 各位媒體 有關我們林議員說 關心的 我們大地藝術制 我們一百空四年 我們有變成一千萬的規劃會 就是經常文 一百空五年就近年 我們就變成一千萬的資本文 我們比如說一千八百萬 目前現在已經整個月 六月我們結表之後 這個最近的 這個十二月 這個二十七月 要來現場的 議長 你說這個 本市今天沒辦法跟你接受 對嗎 你跟基因一百空四年 一變一千萬 你執行一百萬 對嗎 你今年又騙一千萬 你說主婦人跟平衆問 平衡也是都議選 這有什麼不同 那就是一年 什麼平衡人跟主婦人問 他把議員報告 因為你騙他就是在用的嘛 我們這個 台湾你們是怎麼搞的 你動作我們家裡的官民 大家攏 你今天騙 你我今天 你贏 你沒有接受 你便騙嘛 今天 你騙最多騙 你說你經費不夠 你最多騙就夠 你給我接受就好 我們這個公共和食師匠 要先經過幾位 我們也要找一個更專業的公司 跟基因你有幾位 為什麼你不接這票 因為我們咖哩官 對這個公共和食師匠 是非常關心 所以我們在做法也很非常 不是咖哩官心而已 所有的咖哩官民黨都很關心 當然是 但是你就是一票不領 你領力不夠 這是我今天 你領力不夠 你管公共你就是不領力 你給我騙你什麼騙 你不再給我開 你給我辦保留 保留今年你再騙千萬 你財主是怎樣 既然 既然不再接行 今年什麼都可以騙你 都可以給我過 你們在那邊講 我們今天 你不懂我沒有在看 你既然你有幾位 你就是你有在怎麼接行 你是怎麼幾位之後 你沒有接行 你把它放下去 你財主 你聽得好財主 這樣就對了 總經意讓大家開始輸 你把我們家義官民的錢 動作拉卡你把他們開 剛才有跟議員報告 因為我們這次 像說這次有十二的藝術家 五個國外像這個好福安 他上次也是做這個黃色小鴨 在我們台灣做成宏洞 我們好富翁他請他來 是是是 你這中間做一個 你那是用手工還是用鴨 你現在在做什麼 藝術品 你現在台北索 這個有花崗石 還有這個 糾材比較多 還有這個鋼雕這兩百分 你一個 你一個多少人家 一個 那時候是 你用白索的這個 你用白索的這隻 你做這隻 你做多少 你做多少 藝術是無價 那當然 我們廟那個公司 什麼無價 你不營 直接做一個 沒有 你也了解 藝術來的無價 你現在在藝術什麼 不是啦 你怎麼藝術 藝術不是無價 藝術不是無價 藝術 藝術 國人的我們說不一樣 是 什麼藝術 你一定無價 你不知道 我做一個 做一千萬就好 你千萬做一個 就好嘛 你比我藝術 你是說那個 我們中國二高 交流道的 高俊姓 他那一年就要五六百萬 所以我就說 那價格是 那都沒關係 你做多少 都沒關係 我本社沒有在 你做多少 我是在跟你說 你今天 你一行不列 是怎麼今年又騙 你去年的醫生 你用不完 齁 你今年又騙 藝術是怎麼搞的 啊 啊 主機先問一下 先讓我本社了解 你怎麼搞的 你怎麼審命 大衛主席 張議長 還有陳副議長 還有各位議員 有關這個預算在邊內 他是在前一年度 譬如說105的這個預算 他就是在104年度的 7月的時候 就要提出這個計畫 所以他在年度執行的時候 是不是會把當年度的這個預算 執行完畢 我們實在是沒辦法知道了 他再提出下一個年度 我沒辦法了解 104年的預算 就沒有執行 你105年又騙你們 你沒有了解 不是 你一名執行 你都沒有了解 你是在顧什麼的 不是 你不要再去 那些錢的而已 不是啦 成水式 等年成水而已 你沒有了解 他當年度編的時候 因為年度還沒結束嘛 所以他還有幾個月 一個執行的一個月份嘛 所以他 你也有了解 一名執行 你也有了解 你沒有了解一名執行 他還在執行中 執行中 執行中 這個也是沒錢 他在反駁流 什麼執行中 這個我剛才把議員報告 因為 去年是經常文 今年是資本文 那裏面不是錢而已 是啦 沒有 但是他 那裏面不是都管府的錢 那裏面不是問題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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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面不是錢嘛 那裏面不是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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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公共的 你說的消費力啊 沒有沒有 以外 我的報告 我們這個公共的事 也是一個公眾參議 這個過程是比較長 當然 你 我們也不敢說 今天 這個割標馬債 這有一個民眾參議的過程 就是說 你基議員 你在開票進行 生活文化 我們也是一個消費的運動 你造型就都總好嘛 你不敢送王教 王焦標 你在焦標進行 你都沒有影片嗎 我們是 要讓一個專業的公司來表 專業來沒有影片出來嗎 他要送一個案件來討論 討論 經過全家 其實跟討論 你沒有影片 你怎麼焦標 對 當然他送行我們標出 以前有影片 對啊 不然你說 你沒有影片 你跟今天有影片 就標多少 就是都會 都知道了 我都覺得你前面 你說你前面就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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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改進 對 你前面 你前面 你跟這個前面 前面 前面 對 我跟你說 明明都是前面 你在做的 本身在後面 你要有實質 要有實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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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今天不是 你今天是 偏偏的不開 你財主 你都沒有在顧 你今年又再偏下去 對 不是 沒有開 過一年 你今年一片都不開 對不對 你兩年 兩年的 經費 你剛才到現在花了一百萬 你跟我說 你已經表習了 你表習 表多少出來 這不是 不是 不是 這因為我們這 公開上網 我們網路資料 對 對 你表多少出來 千八萬 千八萬 千九萬 你表千八萬 對 是不是 是 終於 你以身上 存千九萬的錢 是 你用千八萬 已經表出來了 對 因為我們家的官司 出很多個出家 甚至說 王文治 盧明氏 我們 師匠 向大家報告 我們臺灣第一位 阿波羅法郎 張靖靖 其實就是我們教育 像我們陸葬 陳銀輝 破支舞 劉堅 這頂頂 尤其是像六腳 何塑鋒 何瑟鋒 何金瑞 何俊明 我是希望議員 幫我們支持 因為公共會 這是個過程 我剛才跟你說 你做什麼 本事都沒有意見 是 你們做什麼 我都總會說 但是我今天 我的疑問是 你今天 騙議 你是怎麼不進行 你跟他辦保留 你們說 你們經費不夠 所以才會不進行 我聽你 說這 很會不會說 你跟基岩 你有價位 你有價位姓 是哪些經費不夠 你想當時 他價位 你無法把價位給夠 你跟他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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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騙他 他騙他 對 你騙我們 騙我們 騙我們 不是 對嗎 你今天去騙他 你不開 對 你跟 一句說 我經費不夠 什麼結果 經費不夠 經費不夠 是怎麼可以騙他 是你們有騙出來 財主要有給你們 還是他還要議員 議員也有給你們 都沒有 我怕你們財主 你們財主也不夠 叫議員 議員在騙出來 你們都叫 給送議員來 來 來深掌 議員也不給你送一家 是怎麼你說 你經費不夠 因為他在公共 是 市安保障 公明上說不夠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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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公議員 家議員真真 我本身也是 這本身 合理的懷疑就對了 這個 你騙了 你跟我說 今天經費不夠 我聽到 是非常信心 是 你像我們家議員 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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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不可能 因為我家議員 我本身也是家議員 人 一天的嘛 應該是這樣說的 他是 有一個過程 是我們現在 副座管頂篇的 那樣 這是 聯繫性 他現在就做多了 他今天 我今天是都水以上的發育 就在這裡嘛 你騙你什麼 跟我這邊 理由一堆 連 我跟你說 今天你紀元 自己的財主 你就是要 貼我們自己的財主 把我們的 荷包看得好 千萬不要跟我們開 是 是 你九年 九百萬 你千萬 一百萬 像九百萬 像你這 你這 知道 我的 我合理的懷疑 你們就是 不輕鬆 條件說不好 所以把它放 這就是剛才跟議員報告 因為輕鬆問嘛 就是不能買 財主 你們財主 以後這雕塑 這都是你們的費用 是這樣 什麼錢 都想換就對了 是 錢就是你騙的 你們要怎麼開 你們就是要 開 開點 有實際上 做給大家看 這個過就好了 我剛才也贊重 你們的價位 但是你們就有價位 你們就長小 你們就不做 你們就用錢 現在有在做 現在有在做 過年到現在才做而已 他們已經年度過了 今天已經11月切八了 他們這價位 其實是聯繫性的 就是一直 我們也有積極在這間 今天11月切八 是 爹 爹 太多有的實驗就對了 太委員 其實不是現在這樣做 因為現場創作 七星 他以為去台北都做了 還是 我們到時12月要拿到現場 因為我們有一個交流 我們有一個社區民眾的參與 他用於12月就是 因為現在12月切雜 他要辦一個美式之罪 他大概有150公斤 東京、美食館、九州美食館 有58公斤的國保護院 台灣 所以我們要趁這個機會 跟這個議事 跟他們美式之罪做一個連結 他現在每年切完蛋的時候 剛才有效果 所以我們這個時間 連結仗都可以跟民眾來參與 你現在議事聘做幾項 現在議事聘做十項 他們回饋兩項 都12項 剛才一項都做議事家就對了 對 整個議事家都一項就對了 你今天就是加 你請他們多少來幾個項 我們叫總包架法 就是中國保證公司的 他們就要求 你爭小的嘛 不是爭小的 對 你那12項 有做好嗎 有做好 但沒有做好 都做好 五項好 可以拿來這裡 讓我們大家看看就沒有 說的是我 我拍照的 他只要一人才知道 設計一項而已 我幫你報告 因為還有一個文盤 他還要來 有很大項嗎 沒有啦 不認識 因為我們這次 到底是多大項 這剩下 我 手錠是沒有 我 我 到底是多大項嗎 你像台海 像大地迎風 他是 紅石洞的材質 他管了 一百三十 等到兩百四十 還看六十公分 所以這 他底座四十 再等一百八十 所以這也是一個不認識的作品 最小的 最小的 我最小的 我最小的 我眼前 不太好 你請十年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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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十年 最小的 你都不知道 所以你不認真 是啊 對嗎 你說有認真 有認真 你捨起來用品 你就看了 外國你都知道 沒有你怎麼開標 我問你 你怎麼開標 你是醫生做的基準 你跟我講 開標是六個開標的 我怎麼不來 我現在還是要來 我就把這個 這樣不就我們現在 副大項你開標 那副大項你先去追一下 台會主席我們 南副議長 南副議員 你好 我想有就是這個案 我想簡單做一個報告 當初就是我們一開始 本來是要變 兩千萬的議選 那時候 管來當然 他對這個議選 有稍微控制 所以我們跟他 本做兩年 就是他剛才說的 第一年 我們先用這個 經商門的部分 我們先把這個 策展人的部分 先把它算出來 再來算這個 就是我們這些 藝術家 來做相關的這個 不可以 不是開主本門 就是不可以 補財產的這個部分 包括他的創作費 包括就是 他的行銷的部分 頂頂這部分 的開支 我們用這條 但是他的這個行動 我們算出來之後 他近年度的議選 就是來開 就是我們 我正在問你 你跟他打不就好 你這十二的 或是 都在拚的嗎 那時候 應該都在拚的 我想在這裡 跟議員報告 是不是都 是 這十二的 是不是都在拚的 這十二的 我們是經過就是 我們算出來之後 經過有兩三遍的 這個 把他們拿出來的東西 是不是你拚 你拚的就好嘛 是 我想基本上 這就是 是我們向這個 夫來 開會之後 來割定我們這些技術家 他這個 你這十二的 你這十二的片 又有多少錢 片這十二的多少錢 我想我們 他算是說 我們有給他們創作費 剛才有報告過 作品的這個 創作費用頂頂 和他的交代 人數費用頂頂 我們都算了 他的作品 是 你不要這樣 給你換個金錢 你不要跟我說這些 我聽不懂 我想 跟議員報告 他的這個 國外藝術家的 幾票錢 差不多就是 三十二萬 他的住宿差不多 十四五萬 來這裡 案中藝術家的 住宿差不多十一萬 三十會差不多十八萬 交通的利費就有三十萬 這樣 所以這是他們 相關的這個 我們給他 那個技術家 你這我就算了 剛才拿一個冠儀 一千萬 你剛才花百幾萬 跟這些人數這些費用 跟他們 跟住宿 都花百幾萬 你像我們概念 會的冠錢 你說藝術 你十二項 你幫他請十二的 請十二的 請十二的 下去出家 一的都要設計一項 一項 一項都請過十萬 以前 跟他們的住宿什麼 你死我這 你也拿著我來訪我 我這有這 有這我 我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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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次處理 像你這種走風就對了 真的 我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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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成就不得 我爭點 證明 我爭點 他府提組 我爭點 爭點 我是每個 他說 我爭點 unsere 包括循環這間是歐曼仁做的 他的寸帳是225公分 升他180公分 升他80公分 再來就是我們的水波映月 這是田中棟 一個日本人用漢白玉去做 他的主張是高293公分 棟是190公分 床是64公分 所以這都算是大小的東西 我記得你說是小小的就好 不會讓你大小的 你最小小的是我小小的 我想每一間 它都是大小的 當然我現在來找這個小小的部分 一般來說 他的觀眾都有到400 你上菜牌我就會來看 好 這我都會來看 你最小小的 我小小的告訴我 最小小的差不多130公分 升他 升他 升他60的部分 最小小的 差不多 最小的錢你做什麼 最小的錢是大地迎風 他用這個紅洞史和這個錢 黑花工的部分來做 對 對 你 你就騙以前都在騙的 你沒有要執行 你什麼心態 我跟議員報告不是沒有執行 我們真選出來之後 後 我們要執行 我們先執行他的這個策展人 策展人之後 後 我們請他拿出來的技術家 你爭先 這十二的技術家 你要爭先 累到二十五歲嗎 我相信我們在進行的時候 當初我們 因為對他拿出來的東西 沒辦法 那時候的東西 還沒到 他一開始拿出來的時候 一個人 一個人跟設計一方而已 我們是在看他全補他拿出來的方案 所以他有一個方案 我們不接受他 他又拿出來來做 因為我們要做一個就是 要讓共同可以來參與 剛才說的公共藝術 他有一些公共的教育的東西 所以我們必須要做經過的切割 對 我告訴你 台委主席 站好 連心 特別觀光局 我在局長 整條心渣 齁 我沒有要讓你整個心渣 沒有要讓你整個心渣 我在局長 整條心渣 齁 我今 我接飛機 我全面來看你 觀光局所有的營養 齁 齁 但是我才知道 我還尊重跟你講一下 以後像這種 醫生小看的 齁 幾年 都沒有接行 今年又接行 齁 你又騙 這種你們都沒有生 對 對 今天 上來我們這裡東園 大家沒看 照相 像以前的幫我 對自己 官員 我們 久不久了 我們臨中心也 也AQ的天職 對 我們今天 既然 有聽到研究會 我們就 我們就 藝人 來感到管理 民國室 齁 所有的 全會的 我都要了解 齁 所以今天 在這裡 共調 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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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幾個 台 公司 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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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些藝術跟策展人拿出來的這些東西 我們都要去把它深掃 我們本的鞏都比這些小的鞏 我們也要求它更大鞏 創作更多 我就說過 你這個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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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開百多萬 不過議員 我們現在創作創作的東西 都是鞋位的鞋位 你給我開百多萬 這也是大家所在所辦的 東西店的東西 也是我們鞋位的辦理 我這樣鞋位鞋位 大家不要在那裡 我只有一個鞋位 做兩鞋位 所以表示你鞋位 鞋位的鞋位 鞋位鞋位鞋位 鞋位鞋位不夠好 對嗎 我想這些藝術和議員 都可以去調查 都可以公平的 來看待 二十五月 二十五月 不就是你還沒高減 二十五月 再做一間 他要怎麼生存 對 在我們家的觀眾 他剛才二十五月 他剛才做一間 他是怎麼生存 反正議員 對他 這有錢的職業 都153 要不要吃飯 他要吃飯 我相信他也沒有做我們的工作 他這些藝術家也沒有做我們的工作 他其他地方也會來進行 但是我們經鞋 總是有他的步調 跟他的相關的貴貝來進行 你像那一間就要設計 我們來看牌就知道了 到底是外經 外經到什麼程度 要設計到二十五月 一間而已 對 好啦 和你問一下 沒有用 對 你反正就要 跑到 成功 成功 不用算 做最大的 你也要 各位觀眾也要 我相信報告議員 這個事情大概不是 這樣想的 我就說過了 有請問你來 這個 今年以前 你跟他拼得好 現在 你來補課 請做 這樣 就請你消費 謝謝議員 來 婉孫 我的時間 婉孫 對 你不只能處理我 我現在在照婚姻 婚姻 我沒有來不及 對 我今天沒有時間 議員 那個 補課 因為我們現在議會 就是說你如果離開 就不可以做時間 可以是確定 我們很會期就是這樣 本來 本來 我們連合時間可以嗎 可以啊 我用連合時間就好啊 婉禎 你們要聯合是不是 可以啊 沒關係啊 你們聯合好啊 好啊 好 謝謝 謝謝大會主席 首先我先邀請那個副縣長 五方明到台前 我請妳看一下 Powerpoint 下一頁 這個新聞是 2014年11月的時候 中央社發出來的 也就是在 張縣長競選連任之前 我們開出來的 競選連任的政見 相信妳並不陌生 當時妳也是在決策裡面 擔任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當時我們告訴民眾 我們可以如果 繼續支持張花冠縣長連任 可以帶來三萬五千的就業機會 那創造一千兩百億以上的產值 那距離我們任期結束還有將近兩年的時間 那您覺得有達到嗎 還是還要多久才能達到這樣的願景 報告王議員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都還在努力 那現在大普美一起的進度 基本上大概是有這個 20家的廠商 還在陸續的建廠當中 那50家都已經申請了 就相關的這個 那建廠當中有沒有預計 大概什麼時候可以 它應該很快大概就是在一年 到一年半左右 就是接下來的一年跟一年半 差不多就是兩年左右 它會完成 因為畢竟這裡面 我們有給它做一些相關的這個限時 希望它能夠趕快去做開發的行為 那在這個馬仇厚的部分 土地大概基本上已經銷售了80%左右 那20%的部分 因為就是 因為它有 我們有做相關上的一些規範 那所以一些這些廠商 也都陸續的在做一些相關的頭見跟審查 那大普美二期的部分的土地 也都在進行銷售 另外就是馬仇厚的部分 大概這個月左右 應該就可以來進行交地的作業 所以你很有信心 我們真的可以在任期的最後的兩年把握 好好的把握 讓我們的證件可以得以實現 是嗎 我想這是我們的目標 還是要等到下一任的縣長 我想這是我們努力上的一個目標 這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但是我們已經開出支票給選民了 我希望現在方明前輩也容身為副縣長了 更應該好好的朝這個目標來實現給民眾 好我想就是議員的督促 也是我們縣府團隊裡面必須要去做的一個努力 這畢竟是我們綠色執政向民眾所掛的保證 那我們希望可以盡可能的在任內完成 好我想這也是翻轉嘉義的重要的一部分 我們希望創造就是就業的人口 然後把人才也能夠留在家鄉 那也希望他們能夠有這個三代同堂 然後自己在自己的家鄉工作的這樣的一個機會 好那你說到三代同堂 那麻煩你看一下PowerPoint一下 下一頁 好這是最近的那個新聞 那我們嘉義縣已經連續好幾年都是全台灣最長壽的縣市 不要說最老化是最長壽的縣市 但是現在是最快老化的縣市的第一名 那如何您剛剛說三代同堂 這種狀況在工作 您剛剛說的很多那個大廠都還要一兩年才能完工 那在這一兩年我們嘉義縣的狀況真的不是很好 我們並沒有因為我們中央執政 那帶來我們嘉義縣地方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那嘉義縣目前就是老化是第一名 那雲林縣是第二名 那您針對這樣子的現象 我們應該有怎麼樣的措施跟想法 您可以分享一下 我想議員資料收集的很齊全 我們在2005年老人人口的指數 就已經就是達到就是WHO的這個百分之十四的這個 俗稱為就是高齡社會的標準 我們大概比台灣提早了15年 那台灣預計是2018年才會達到就是高齡社會 那另外我們目前大概從2008年開始 我們事實上已經連續八年齁 殘年老人人口是第一 那這個數字是非常的 在台灣裡面是非常的高 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大概有17.72的老人人口 那其中有六個鄉鎮 我們已經達到了百分之二十 包括就是我們周邊的這個六角東石路草 那山區的梅山溪口等等這些地方 都已經達到了百分之二十 那這已經進入了就是2025年 也就是報導上面寫的 路上年長者比小孩多 那事實上這個部分我們當然 一直也都想要去解決 但是我想有的問題 它不是台灣的任何一個縣市有單獨能力 因為這裡面牽涉到就是資源分配上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也一直在透過就是自己的努力 以及跟中央來去爭取相關的這些預算 相關的是什麼 相關的這個預算跟建設 包括就是比如說我們現在 這個跟農業有關的相關的東西 那工業我們已經自己去做相關的開發 那我想之前的對於這個故宮南院的這個爭取上的一個努力等等 事實上都是想要去來改變嘉義的這樣的一個窮 還有這個勞苦的這樣的一個命運 那這是一直在激進的部分 這都還是需要時間啦 副縣長 因為你講的其實我也都明白 那像張縣長跟其他議員 最近有爭執一些藝術品或是藝術展館的一些經費 其實我個人其實還滿有期待我們嘉義線可以成為一個藝術的藝術文化的縣市 那從這個方向來帶動我們的觀光 但是這都必須要時間才能夠去證明 只是說我們短期 我們短期 我們對於這些老人福利的政策 你有沒有更具體的想法 而不是一直談觀光的周邊啊 可以帶來我們嘉義線什麼效益啊 工作機會是老人政策 老人政策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現在老化 我們嘉義線高居全台灣第一名 我所俠區的六角鄉 又是我們嘉義線的第一名 最長壽的鄉鎮 那我們去面對選民 這些民眾 他對於我們嘉義線 尤其我們是女性執政 更應該在老人福利這一塊更下功夫 而且是希望在短時間就可以達到效果的 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好 謝謝議員 我想從我們過去做 包括就是三加一的行動醫療 還有率先就是來舉辦這個老人的食堂 那還有就是其他的這個 包括老人年禁的這些東西的發放 事實上都是要為了就是希望能夠 在有限的財源底下 然後為老人能夠創造比較多上的這些相關上的照護 但是畢竟財源還是有限 那現在就是我們也在積極就是配合就是 長照的一個部分 所以包括就是長青火力戰或者是老人的關懷的據點 那以及明年度要開始實施的長照的2.0的部分 那甚至我們現在在思考 有沒有可能用一些科技的力量來進行 跟老人照顧相關的東西 怎樣的科技的力量 我們現在也在爭取相關的就是在看看 是不是有這個像智慧城市裡面可以來建置 然後如何讓老人比如說帶一些手環 有沒有什麼示範區還是示範的安養中心 我們還在做相關的提案 也在看這個就是中央的相關上的一個科技上的一個預算 我們要做這方面的這個爭取 明年嗎? 對 那我們要看就是中央相對應的這個相關它的編列的一個狀況 目前都在做相關的這個研究 那是有有在做積極的這個處理 那請副縣長就多費心 這一點我還蠻期待的 我想能夠做的我們會努力去做 因為我們的特色事實上就是在於老人的部分 因為副縣長你剛剛說你也很期待 我們嘉義縣是可以處於三代同堂和樂的狀況 那目前現階段其實都是隔代 中間那個第二代他外出打拼了 另外跟議員報告就是 目前我們也跟中正大學的這個老人的這個研究 中心來合作 然後跟這個來做包括他的樂領的學習 還有就是創齡的這些產業等等 還有社會福利上的一個部分 來進一步來看看就是說 我們在哪些地方還可以去琢磨的 我想這才是作為一個就是老人人口 比較多的一個長壽線來說 我們怎麼樣來做出 符合他們需求上的一個施政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我們還要再繼續去努力的地方 謝謝副縣長果然不同反響 那個莫寮出身對於政策 和政界非常的周詳 那您剛剛講的我也很認同 那也希望在最後的兩年的任期內 我們一起努力 好 謝謝我想 我們也需要議會的這些支持 然後大家來創造一個就是 老人長壽的這樣的一個樂園 然後讓他們也老有所忠 那當然他們作為黃金人口 事實上也有他們的智慧是可以去貢獻的 所以彼此之間如何來去做就是相關上的一個合作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跟我們要去做的東西 剛剛那個副縣長也有提到 其實我們很注重我們的長照的政策 那那個也都是在持續的爭取持續的推動 那除了這個照護政策 其實我覺得生活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我們縣政府可以多舉辦一些長者的一些趣味型的比賽 在全嘉義縣的社區下去去推廣 那甚至可以舉辦縣長盃啦 議長盃啦 或者是任何一些趣味的賽事 讓他們 讓這些長者 平常有一個可以大家同樂的目標 我覺得生活的調劑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也希望我們副縣長可以多多費心 好 謝謝議員提醒 這過去我們有在做一些辦理啦 那如果辦的不夠多的 或者是不夠大的話 我們再來做進一步的思考 那事實上地方的這些爺爺奶奶 過去我們也都有就是搖滾爺奶啦 或者是他們有相關的這個比賽 那甚至今年度西口的西東社區 他也到代表嘉義縣 然後到南部也拿到了就是相關的一個獎項 那這些事實上老人家 不管是千歲團還是三千歲團 請問嘉義縣 除了西口 那嘉義縣還有其他地方是可能比較大的 或者是比較有趣味性的代表性的老人同樂 那個長者同樂的賽事嗎 有的它不見得是賽事 有的是透過社區的一個輔導 或是社區營造的輔導 包括你像就是議員的選區裡面的 這個蒜頭糖廠裡面的工廠村 那他們市場裡面的玄絲藕的這些爺爺奶奶能夠去操作的 這一團就很出名 對這一團我知道 他們都還到這個星光三月百貨裡面去助館 做長期上的一個表演 那現在每個禮拜六日或者是有預約的時候 但是這是社區他們全體上上下下非常努力去推廣的 那如果說遇到哪些可能有些社區的理事長或領頭羊 他不是那麼的積極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希望是由我們縣政府來帶動 那提供更多來申請或是發揮創意 我們縣府就給予支持 讓社區可以更加的去活化 而不是只有一般的久久重陽節的餐會 端午節的餐會 這個可能就比較流於一般的形式了 好 我想我們根據議員的這個提醒跟建議 我們來做一些更有創意的一些運作的方式 也可能就是鼓勵他們在一些提出可能相關的方案 然後我們給予一些來辦理 或者是做一些相關上的補助 好 謝謝 謝謝副縣長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請揮 那邀請我們社會局局長 副議長還有我們各位議員先生女士 還有媒體記者先生 大家早安 大家好 給我十秒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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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局長 我手上這份報告 是近期我們向您局內的老人福利科所拿來的一個報告 是針對於我們嘉義縣 縣內那個老人福利機構 安養中心的福島查核的情報報表 那您大概了解我們嘉義縣有大概縣內有多少間老人福利機構嗎 包括議員 我們嘉義縣內總共有26家的老人機構 那大概都是養護型的機構 大概都是什麼 養護型的 養護型的 對 那既然是養護型 其實都是需要更多的人力跟心力去照料 那我在這份報告 其實我還是有看到幾家安養中心 它對於人力的不足 它在我們縣政府 我們的相關局處去查核 它還是都有人力不足的狀況 那我想要了解一下 這樣子是我們可能六個月才查核一次 甚至是一年才查核一次 那查到了又要求它限期改善 那限期改善之後可能它又鬆懈了 那就一直這樣周而復始 那不知道怎樣才能有嚇阻作用 您有什麼看法 報告議員 就是有關於對於老人機構的查核 就是依據老人福利法17條的規定 那我們有輔導監督跟檢查評鑑的責任 那但是它裡面有一個特別講的就是說 在發現有問題的時候要給它限期改善 那如果不改善的話 我們該再處理罰款 那所以說我們去檢查的時候 如果有發現問題 我們會把會寫出它的一些問題給他們 然後在一個月內要求他們要來 對啊我是說它一個月內 OK它有符合規定 但是就是我們的查核 大概我看那個時間點 好像就是上半年度一次 下半年度一次 而且很多安養中心都只有首次查核 那有些是第二次第三次查核 可能是紀錄比較不良的 那那個去查查的 就這一間要查幾次 這一間要查幾次 那個標準是什麼 原則上 因為法令上並沒有強制規定 但是我們至少一年一定會有一個聯合集查 聯合集查就是會聯合環保 聯合有什麼拘束 有環保 衛生 衛生 還有金發 消防 消防 大家就不定期 衛生沒有嗎 衛生也有 那所以剛剛我問的問題是說 如果它在期限內 它有符合規範了 不管它是人力啦 還是現場的一些硬體設施 監視器啦 或者是一些可能床位啊 還有現場的衛生情況 有沒有異味這樣子 它在我們開出那個就是 改善單 對 改善單 之後 如果它再犯咧 再給它一次機會 然後再給它一個月 就這樣一直玩遊戲 是嗎 就是我們去查核的時候 如果說它有這個問題 我們會改善它嘛 對啊 然後它就是會在一個月內要改正 對 那有沒有那種情況就是說 可能三四個月之後 我們再凸氣檢查一次 那它又不符合了 它又不符合了 尤其如果它是踩到比較嚴重的紅線 例如它是人力不足 它可能是一個看護要照顧二十幾個住民 這種狀況就持續跟業者就是玩遊戲嗎 就是再給你一個月 那你再慢慢改善 是這樣子嗎 嗯 在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說它在 還是說它第二次查到 在同一年查到兩次以上 我們就可能把它掉牌 還是說給它一個重罰 這有沒有這樣的相關規定 這個規定現在是沒有這樣子規定 不過我們在執行上面 我們可以來考慮用這種方式 可以用這種方式 如果在同一年內 然後同樣的事情發生了 然後我們去查了之後 結果再過一段時間 我們再去凸氣檢查 結果又發生 其實這個我們可以來考量 就是說用 就是加以處罰 對啊 但是你的加以處罰 可能對於有些業者 他不是那麼的害怕 不是那麼的謹慎 那有沒有我們一個相關的會議 是不是可以來討論這個部分 而不是說我問你答 那我們講完就覺得結束了 因為這個我們嘉義線 安養中心真的也是有這個需求 尤其我們那個老化人口 有那麼的多 那比較輕壯年的 又到外縣市去工作 所以這個真的是有這樣的市場需求 那我們身為那個相關單位 就是應該嚴格把關 他現場的管理的環境 還有他現場的看護人員的人數 所以在 尤其我是覺得 像他裡面有寫一些 什麼無障礙浴室 為設置求助理 這個在他申請安養中心 這是一些很基本很基本的要求 可是在我們去查查突擊檢查 卻都不足 那顯然業者 這那麼最簡單的事情 還不是叫他補足看護人數喔 這這麼簡單的事情 他都沒有辦法做好 是不是 甚至他有一個是缺火警分布圖 然後也沒有編組成員 可以迅速掌握狀況發生地點 那我記得三四年前 在台南的安養中心就發生火災 我記得那一次也死掉了好幾十個長者 那這種其實是一個可大可小的問題 那雖然在我們查核之後 然後他業者都有全部改善完畢 那解除列管 那我是說 如果他在童年又犯了相同的錯誤 我們該怎麼去處理 非常謝謝黃議員對於我們整個老人機構的一個關心 那剛剛您所說的其實這個部分 是值得我們可以再進一步的來考量 那我們在99年的時候 我們定有一個採法的基準 那是不是我們回去之後 我們針對我們這個基準 我們回去再做一個檢討 那剛剛黃議員所提到的這個部分 其實要有就是說 如果你去採法了 你去看了之後 結果他改善了 那結果在同一年度又再下一次又再犯 這其實這個是值得我們再重新再去考量說 要不要去採法他 那我們是不是在我們回去討論之後 在我們的採法基準裡面 我們來奠定一些處罰的標準 對 我希望我們應該設身處地 把長輩送去安養機構 其實已經很不捨了 那我們更要好好把關裡面的生活環境 那我剛剛也有看到 那個在查核的事項 其實還有一個地方 我覺得看來還蠻不忍心的 有些住民他需要有那個束縛 就是是不是把他綁起來 有些因為一些 他沒有辦法去控制他自己 所以必須要去束縛他 那束縛他的話 就必須經過家屬的同意 對 那他是每三個月才重新檢查 約束之必要性 這個三個月是中央 這是中央的規定 這是中央的規定 好 因為我個人是覺得 三個月再去重新問一次 他被綁了三個月 肯定不是那麼好受 所以 對啊 這如果是重要規定 那 OK 好 好 好 那我期待我們局長 可以在這部分多費心 好 那另外我們在九月底 我們的那個局內不是有發生火災嗎 是 那是什麼科 那是我們社工科 社工科 那那個那些資料都有倖存下來嗎 這一次其實是很意外的發生火災 那因為這個火災 我是看我沒有到現場去看 我看照片 對 是應該感覺蠻 蠻嚴重 看起來是很嚴重 是 但是因為火燒起來之後 因為那天剛好是颱風 對 然後我們整個窗戶都關起來 那所以裡面沒有空氣 所以在裡面 他燒起來 有看到火燒起來 燒大概這麼高了之後 後來他就 就熄掉了 那熄掉以後 他持續的悶燒 悶燒以後 就由我們的監視器裡面 可以看到就開始冒濃煙 所以會看到整個辦公室裡面 全部都是 霧黑的一片 被燒得很黑 但是幸運的是就是說 因為它是悶燒 所以說一些公文 一些重要的資料 其實都沒有被 都保存得很好 所以沒有任何公文的遺失 或者是資料的遺失 都沒有 對 我們那些個案資料 那些都還在 OK 好 謝謝 那我剛剛上述所提的建議 再有勞我們局長費心 好 謝謝 謝謝議員 謝謝 那先有請我們的教育處長 各位議員 還有各位府衛同仁 大家好 感謝黃議員的指教 處長 大概幾天前 我有說到 我跟學管科 拿到我們嘉義縣 105年 中小學生命教育 愛護動物的成果編會 這個報告 對 那很謝謝您 貴單位在上個會期 我所建議的就是 在我們全嘉義縣的 國中小推廣生命教育的課程 那至少 那時候建議是 至少一學期一次 那這份報告 我有看到 大概幾乎 達證率是百分之百 只是每間學校的 辦理方式不太一樣 對 那我想要了解的是 有大概三分之一的學校 他都是在周會宣導 那不知道周會宣導的狀況 處長可以有大概一個說明 那個周會的宣導會是怎麼樣 是由校長致詞 然後談一下 還是訓導主任談一下 是這樣子嗎 因為有些其實是有達到 本席的一個建議就是 他去欣賞影片 比如說動保影片十二頁 或者是他由大學的社團 來帶動生命教育的社團活動 那有些是更積極 他又舉辦娛樂營的宣導 那還有友善校園周 也是全校性 不論是校長老師 還有小朋友 他們一起去做一個親子講座的宣導 我覺得這些其實都還滿積極的 但是有三分之一他是做周會宣導 所以我不是很了解 為什麼有些學校是這樣子辦理 那他的效果又是如何 好 稍微講一下好了 我想首先 我來感謝我們的房議員 持續對於我們生命教育 動物保護這個議題的關心 我想這個相當有意義 我想學校要推動友善校園 除了人與人之間以外 我想我們人跟動物跟有生命的物體 我想必須保持同樣一個尊重 我們不傷害他 他就不會傷害我們 那因為縣裡面的學校生態 它多元啦 有很大型 有小型 有在山頂 有在海景 所以原先我是要準備 所以是規範的時候 在友善校園周統一來做 友善校園周是九月份嗎 我們每一學期開學第一禮拜 教育部規定是友善校園周 過去在做的就是三項 反毒 反霸靈 所以我們把它結合進來 這個議題的相近 所以剛開始我們在做 我是統一規範說 你友善校園來做 但是學校也建議 你類型不太一樣 資源不太一樣 方式應該是可以開放 當然這個是一個大原則 所以我想這是一定要做 要怎麼做是有效果 有效果為優先 對啊 效果才是最重要的 目前這學期這兩月而已 我們要做是一學期至少一次 那至於效果怎麼樣 我們會來評定 他有人說那些樣態 我們會評估哪一種樣態最好 我們學校可以來分享 像做得不錯 我們今天用周會宣導 如果效果不好 我們會再強化 那這個不是這樣 因為這個周會宣導 大概有三分之一都是周會宣導 那其實在我學生時代 要把小朋友叫去周會進行宣導 大家其實在下面都在聊天 動來動去的 這是不爭的事實 很少是小朋友乖乖在下面去聽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是透過影片 PowerPoint 或者是社區的 就是社會上的一些社團進來 跟小朋友互動 他的印象會更深刻 他的法律常識會更提升 對 周會宣導 他也有可能集合禮活動中心 有配合影片 可能也有 那我想這部分 因為不管議員中心 我想現場很重視 所以這個我們也把它列為 都學宣導的重點 甚至類似校長年中考基參考 那這個部份也不是這個技術而已 我想這是除夕性 除夕性沒錯 所以我們每學期都要來做 那議員有比較好的講師 我們過去也要結合我們房子手 房子手跟我們推薦相關的講師 那這行個比較好的 那一場我有去 校長會也有邀請 邀請我們議員過 爸爸校長行政會議 我們辦專官教師的演習 就是培養種子教師 這要請專家來講 甚至我們的中學校 一個請縣長 還有一個專官的宣誓 跟我們毛小孩 因為彩繪新市場 歡迎毛小孩入住的宣誓 所以我想我們大家已經動起來了 那我想這個效果比較好的 我們會來做分享 來提升以後整個 對於保護動物概念的提升 感謝議員的基德 謝謝處長 那我也在這個報告有看到 我的母校鋪子國小 他們在8月29號就應該是第一間學校 他們就立刻辦理 那我可以看到現場的那個小朋友 是全校師生一起參加 那他們在禮堂裡面 大家舉手很踴躍 那我相信這種這樣子的效果 才能達到我們一學期一個小時 那向小朋友宣導法制觀念 跟愛護動物的觀念 才能達到最大的效益 那如果是週會升旗典禮啊 可能由師長提示啊 或者是進行宣導 我覺得這個效果比較有限 那也謝謝我們處長 您一直持續不斷的支持 謝謝 我們繼續努力 謝謝 謝謝 謝謝處長 謝謝 那有請我們的文化局局長 黃毅言 早 嗨 局長 是 我在11月7號有看到網路新聞 是 那您剛來我們嘉義縣擔任局長 不是太久的時間 三四個月 但是我看到您即將推動一個那個政策 我覺得應該是如果有達到 應該是一個非常亮眼的政績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我們力拼東南亞觀光市場 我們嘉義縣將爭取 越航直飛水上 是 對 因為透過這個轉播 像我們關心縣政的縣民 那說說看這個構思 還有這個未來 是不是真的能夠達成這樣子的目標 那如果達成這樣子的目標 可以帶來我們嘉義縣多少觀光資源 好 非常謝謝黃毅言給我這樣的機會說明 事實上我們在今年9月 就由我們這個張縣長 還有我們這個服務縣長 帶領我們這個文化光景 一個到越南的一個旅展 參加旅展 那當時我們就跟熊獅及會康旅行社簽署MOU 也就是合作備方路 那最重要就是已經也會見了 胡志明市一個旅遊局局長李國慶 那10月份呢 我們這個有一個進展 就是會康旅行社他們已經開始著手 越南旅客來到我們嘉義阿里山 那12月份他們就是也就是下個月 他們有一些企業團要來 那越南我們所了解他對我們嘉義的這個宗教 尤其像新港奉天宮或是佩天宮 這些的宗教或者是阿里山 或是故宮蘭恩 以及布袋高跟鞋教堂 他們都有非常的這個興趣 加上我們嘉義也有外籍新娘 大概一萬兩千多位 前不久中文大學這個 一萬兩千多位不是只有越南 對對對 那這個前幾天的這個2016年的觀光旅展 就是ITF 我們再次跟這個福志明市的李國慶 這個局長也碰面 同時也跟越南的這個經濟貿易處 這個處長碰面 他對於我們這個老遠的從嘉義 因為那天剛好議會 早上執行我完了之後馬上就趕到台北跟他碰面 那所以目前這個階段是紙上談兵還是說真的會去推動 沒有 現在我們昨天就有一個好消息就是 台北創新旅行社跟越南的這個維多利亞旅行社 他們又在簽一個MOU 希望從河內能夠直航這個水上 也就是說我們水上包機能夠直航 那麼目前規劃是要現在重要的節日 像比如說是春節是端午節是中休 才會有 這樣的比較直航 那當然他們我們也要考慮到這個他們直航的這個理科量先行 那現在是有旅行社他們在規劃大概他們的量 做一個統包 是 好 所以現在這個狀 因為這個新聞上面並沒有特別提出是在重要節日 才會有一個包機的優惠專案這樣子 對 但是這個方向其實是很好 那除了這件 我們就是希望他南進南出 南進南出 當然 那除了我們那個採直飛這樣子 你剛剛有說周遭有很多的相關的景點 但是其實那些景點 有許多網友也是批評他並沒有辦法久留觀光客 就譬如高跟鞋教堂 如果是暑假 我看大概去拍一個照 就會秒拍秒閃 因為那邊沒有任何的遮蔽物 那也沒有相關的 那也沒有相關的 譬如說 一些設計一些可以去觀光的倉庫啊 或者是去購物的一個小商店 是完全都沒有的 對 所以在很多景點的周邊配套 我們都還要更加的去努力 這個部分事實上這個 前不久我們的文館局副理長 習政人他現在已經農任雲家管理處處長 那這個部分我們張縣長前不久還特別提醒他 那就是高溫水教堂周邊的環境要景觀 服務設施他們也先繼續在規劃 是 那因為我前陣子有跟我們張議長到日本 那我們有去參觀一個也是景點 那那邊是有很多倉庫改建 然後裡面有非常多的文創小物小店鋪 那個環境非常的好 那會後我再跟局長分享 或許我們有場地 那或許我們只要相關的局處好好的去輔導 我相信像高跟鞋教堂這種地方 不只是讓遊客去拍照 那我們應該是要讓更多的觀光客想要住著 甚至是在那邊用餐 我現在事實上也有在積極規劃這些新的套裝行程 那對 套裝行程 嘉義縣政府也在規劃嘉義菜 就是讓大家遊客就是吃和玩樂 那到嘉義他到哪裡玩 像這個部分是我們副縣長他也有很多想法 我們大概都跟我們現場這些積極在努力當中 好 那我也有拿到一個報告 是在鋪子東石六角 它有許多故宮南院觀光小鎮景觀的一些 算是一些比較周邊的小景點 是 那例如我們在鋪子 鋪子有那個日式的宿舍群 是 我覺得這個工程進度只有5% 那當同於沒有進度啊 那不知道我們這個進度大概多久才能完成 目前我們就是說河小屋就是三起 在做那個東石國中西側一個日式的宿舍群 那主要是做河小屋 還有刺繡的傳西走以及庭園景觀 還有文明路 那因為還有一個就是東石國中校長宿舍 這個部分因為我們希望它是一個日式的風貌 我們在這個植栽也好 在這個硬撲面也好大概比較省慎 所以雖然工程有點這個進度上不是想要那麼快 那大致上我們這個部分最近已經定案了 大概時空上就會比較快的趕上 大概這樣 有勞我們那個有在中央文化部擔任過的局長 盡可能發揮您的長才讓我們加一些 尤其是我們故宮南院中邊 包含我們六角鄉叫做故宮南院的後花園 然後鋪子寺是故宮南院的西門湖 那這些相關的鄉鎮 真的是需要我們文化觀光局大力的規劃 讓我們的周邊的這些鄉鎮 可以因為故宮南院而整個帶動起來 不然我們聽到太多的民怨說 故宮南院是帶來許多遊覽車 但是他們看完故宮南院就走了 是 對 非常謝謝議員的指導 以及我們會盡心定義 謝謝 謝謝 謝謝局長 那有請我們警察局局長 議長請指導 局長您好 我最近有收到消息說我們原本有一些小所已經合併了 然後近期又把它就是像原本的那個編製一樣 那我們當時把小所合併是為了要節省我們 基層遠景的時間跟他的體力 所以我們才採合併的方式 那現在又把它就是照原來舊有的方式 這樣的狀況是怎麼樣 是 我跟宇宙報告一下 這個當初好像是因為警力不足 對 我們欠缺198名的警力 對 所以小所因為晚上要值班 所以就把它集中到大所來一起來增加行樓的密度 是 那因為我們夜間好像也蠻單純的 所以變成說可以跨區來行樓 而且現在通訊那麼發達 那在舊有的時代他在很多村落設置派出所 是因為聯繫的方式比較不便 那現在通訊那麼發達 您覺得還有必要再把它打散在各個村落都還有派出所嗎 是 宇宙提的這一點是一個重點 現在就是其實我們長期警察在執行都有這種考量 就到底要分散還是要集中 那因為這次我們在10月24號有補充一些警力 那我們像我們 補充多少員額 我們這次總共補充了60 大概60位 60位 那我們這個補子分級有增加了 補子分級有增加了這個 我記得好像是9位 12位 所以現在補子分級是缺了20名的這個基層 還是缺 對 還是缺 那既然還是缺的狀態 我們再繼續把它回到以前的體制 這樣不是一樣讓員警很辛勞嗎 是 那預作您關注的這塊很好 但是我們就是補子分級 再去分散的原因是什麼 他們最主要就是說 好像說因為原來拍手 我們有一些協取名利 地方的這些基層的意見影秀 或者我們地方的老百姓 他希望到拍手 習慣到拍手來洽工或者來這邊互動 譬如說我們的行所隊 我們的村里長 因為拍手 夜間一併到大手 他們感覺不方便 所以補子分級他們內部有開會 後來有討論說 是不是能夠警力在充裕的時候 能夠把它恢復 可是現在還是缺20名 怎麼會是充裕呢 20名是應該在他們來算是缺了16% 那他們評估是說還可以應付 那預作您的關注 我們回去再研究我們 其實我一直長期來 我都是公開的支持 我們的小所就應該要合併 應該去精神掉 那畢竟這個時代不同 我們通訊非常的發達 那巡邏有汽車有機車 那那個警網也透過網路 都是非常的可以迅速掌握 掌握那個有事故的狀況 那當然這有民眾的壓力 也有地方的可能一些 領袖的壓力存在 那我希望我們局長 要以愛護我們基層員主 為首要目標 因為他們的角色就是 代表一個父親 或者是一個兒子 然後甚至是一個人民的保姆 他們的體力是非常的重要 對 那在我們嘉義線缺額 不管是地方是缺20幾 那總統統缺了100多個 這缺一個其實都很嚴重 缺一個其實大家要互相cover的時間 就會很吃力 那我希望就是局長 您可以 就是可以擋住這些壓力所在 對 那我不知道這樣子已經定案 能不能夠再去做更改 那未來我們嘉義線警察局 如果需要本席跟民眾去宣導或溝通 我一不容辭 是 謝謝一眾 那我想 在明年的元日分 我們還會有一批的新的 畢業分發的警力 那我想 既然福祉分集他們已經 開會認為說先再分散 那一眾您交代我們就再來評估好不好 我們就給他們再分散做看看 看是不是比較一下以前的分散的 其中的效果比較好 還是現在分散效果比較好 好不好 請一座允許我們來再評估 再評估看看 畢竟嘉義線還是就是一個 嚴重缺額的顯示 那我想民眾的觀念 其實只要好好的溝通 那時間一旦稍微讓他們習慣之後 我們就可以徹底的省略到 其實很多是永常的一些工作內容 那不能因為民眾 他習慣去派出所泡茶啦互動 那就讓員警這樣子分散警力 其實我覺得這真的是 其實觀念改變一下 我們就可以比較順利去推動 那如果在溝通的方式 我們警察有覺得 警察方面有覺得困難 本席很樂意的就是協助 感謝一座 感謝 謝謝 那以上 謝謝 那接下來換我 大衛主席副議長 然後副縣長然後縣府的局處首長 然後各位媒體記者先進大早安大家好 那首先我想要先請大家看 幫我放照片 露光局 我想要請大家看一下這一張照片 然後麻煩幫我發紙 這一張照片啊 我想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個是不鏽鋼材質的烤漆 然後尺寸高550公分 寬915公分 厚度是20公分 那我請我們議會的同仁 每個人發一張紙 我想請你們局處首長 然後在那張紙上面 你就寫下你是哪一個局處的 然後你下面寫一下 你覺得這樣的作品值多少錢 你會花多少錢去買它 寫下金額 寫一下就是價值多少錢 那已經知道多少錢不要透露 因為我知道有局處長 你們有參與的 應該就知道多少錢 就看一下你們覺得 你會花多少錢去買它 你覺得值得 OK嗎 你就寫下 你上面寫你是哪一個局處 然後下面就寫多少錢這樣 局長 局長你不可以說多少錢啦 你怎麼做幣呢 你洩漏價格 OK嗎 秀一下 秀一下PowerPoint 讓他們看清楚好了 第一張照片 對 局處首長可以看一下 就這一張 它高550公分 寬915公分 厚20公分 然後您覺得像這樣的作品 值多少錢 然後您會花多少錢去買 OK嗎 OK嗎 那我可以請你們把 拿起來就看 你是多少錢嗎 這樣我就知道你寫好了 好了嗎 好吧請幫我公佈你的那個金額 拿出來 拿出來 就在這邊都攤開來看 主記 主記處長 你要出多少錢 我看一下 你要出多少錢 你們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估計 因為這個藝術無價嘛 藝術無價 剛剛您保平議員才說 怎麼可能沒有價格 那我們預算怎麼變 對 我自己的估大概就是 五十萬以上吧 五十萬以上 五十萬 好 那那個財稅局長 你覺得多少錢 報告喔 這個價值 實在是很難估計啦 對啊 你寫多少 我是寫很難估計啊 很難估計 難以估計 你現在難以估計 我拿給我看看 你難以估計喔 正峰處長 您寫多少錢 二十五萬 二十五萬 是 好 教育處長 藝術的眼光 藝術的眼光 由您這邊來訓練培養的 那您覺得多少錢 這我是外行 但是 應該是要有 如果我外行來看 應該要有 一百以上 一百以上 你一百 是啊 是 好 我再問一下那個 比較 建設處長 好了 你們要負責施工的嘛 下去做的 好 好 因為這個不是我們做的 沒關係 對不是你做 我是說你們都會這樣工程啊 還是 你 你覺得是多少錢 你會花多少錢 你覺得他價值多少 因為我看他這個量體還蠻大的 我猜應該是300到350 300到350 好 很接近的 那我們請副縣長幫我們公佈答案好了 因為那時候你是文化公關局長 我想報告議員 他後來送來的東西後面是修正 因為我們希望 就是能夠有一些東西 是他做價值回饋賞的部分 那根據我後來這兩天拿到的資料 他的創作費 報價 他這是回饋啦 報價他是報了250 安裝 製作安裝費是有150 所以大概是400左右 好 給各位看一下喔 那當然這個東西 他涉及到就是 是誰來創作 好 副縣長謝謝 副縣長謝謝 到底是誰創作可能會有影響 副縣長謝謝 如果你是租名他可能已經是上億了 這一件價格是400萬 那我想要請問大家 剛才誰說25萬 然後我們的主價說50萬 然後財政局長說 難以估計 落差太大了對不對 所以真的是每個人的眼光不同嘛 是嗎 然後所以 並也不是說什麼藝術無價 藝術無價我們以前要怎麼賣 對吧 就無限大了 好 再給我下一張照片 這個呢就是12件作品 其實我們的這一件標案喔 1800萬他只有10件作品 然後他有贈送我們兩件 那贈送了兩件其中的一件 就是這一件 價值400萬 你看我們花錢八萬 他送我們490萬 還有一個是90萬的作品喔 再給我下一張照片 我們來看一下整體的經費喔 第一個是 他的人事費就要 109萬5千 好這樣這些作品 請10個藝術家做10件作品 要109萬5千 下一個 那我們接待這些藝術家 有國外的有4位 然後 創作營在這邊住的6位 然後現地安裝住宿的又4位 所以我們從國外請國外的來一個人 就要花8萬塊 然後機票錢就是32萬 然後 創作藝術家你住 他沒有來到 這個是應該是沒有來到 有來我們 副縣長這有來我們那種 來我們這裡的 來我們這麼大 那個 創作影藝術家6個人 一個人12萬 然後要144萬 這兩個人是都來住我們這裡 對不對 一天4千塊 我想後面這個案子的執行 都在文化光局 當初的規劃就是會邀請 國外的藝術家 跟國內的藝術家進來 那國外藝術家 他來這邊的創作 那這個當時是你規劃的對不對 我們當初是提出一個標案 然後讓這個就是 策展的藝術家 我想請教您 因為在 其實今年定期會的時候 您在3月的時候 一樣就是遠雄 是不是有捐給我們1000萬 你一樣做了8件的藝術品 其實當時我們就已經有 在跟您說 不要再做那麼多藝術品了 那為什麼現在 你要花1800萬做這10件藝術品 我想當初事實上 預算已經編列也是在執行 而且他事實上 大概遠雄的這個案子在執行的時候 事實上 他之前就已經有進行相關的 這個發報上的作業 所以就是去執行 那簡單來講就是說 這兩個104跟105 他並沒有說特別的去 意思就是說 兩年度事實上是要合併 一起來看待 因為第一年就剛剛所說的 文官局裡面有去解釋 也就是說我們事實上是先透過 經常門的部分來徵選出 策展人 然後之後來挑選藝術家 那藝術家 他們這個 可是不是耶 因為你這一件是在今年6月8日 才決標達 所以並不是說 你有104年的經費 因為104年 請議員聽我說 這兩個案子900加900 它一個是經常門 一個是資本門 為什麼它會有差別 原本應該是兩個合併執行 但是因為經費 沒辦法在同一年裡面來編列 所以就 有啊去年您有說就是經費太少 所以我們把104年的保留 然後105年又編了一千萬 然後所以兩個合併起來要做 結果我不知道你是要做這十件藝術品耶 沒有那時候 我們就把那個藝術科林的檔 因為民眾的發展很大 我想那時候也都報告得非常的詳細 那容我再說明一下 104年就是做經常門 所以大家所看到的 有我知道這個其實 剛剛林寶貝議員質詢的時候 您有說的 所以他必須兩個合併看待 您有說的 所以他現在案子沒有執行完 我們當然不可能把錢付給他 所以這也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 我知道 你早在104年就有規劃了嘛 規劃我們要這麼做對不對 那為什麼直到今年 已經105年底了 到12月23 我們才要開始做這一件事情 而且是到明年的1月22才會執行完畢 我想報告議員 為什麼需要拖這麼久的時間 第一個審查的時間 事實上是有的 因為他第一次審 第一次他提出來的案子裡面有非常多的東西 我想議員看了可能更會 肯定可能會更生氣 為什麼 因為他做出來的東西不是永久性的東西 是他可能就是臨時性的一些東西 所以我們要求他必須是有永久性設置的材料來進行 所以他這個期間他就換了很多的藝術家 但是我們還要審查 第二個 剛剛也有說過 因為公共藝術它是有藝術教育的價值 所以你必須要把這些人的作品集合起來 你也必須考慮到來自世界各國 還有台灣的這些藝術家 他是不是可以在同一個時段裡面來出席 這些人 那為什麼我們一定要請國外的藝術家 我們台灣都沒有藝術家了 我們台灣的比例裡面也有啊 反正我們用這些錢 我的意思是說 你看你才開花軟的錢 然後住宿 然後還要花30萬安排他們去玩 說每個禮拜還要放假一天 帶他們去玩 你真的不要在這裡就讓我們國內的 發展國內的觀光經濟啊 我們提升那個 讓我們國內的藝術家更有收入啊 你真的一定要請國外的 我現在報告議員喔 全台灣大部分的這種創作展都是如此來辦理 第一個讓台灣能夠讓世界了解 也可以讓台灣把這些行銷到世界去 那第二個我們不是沒有邀請國內的藝術家 即使邀請國內的藝術家來 他們對嘉義的認識也有很多人是不夠了解 所以並不是帶他們去玩 我們是在創作前 帶他們去瞭解嘉義所有的人文地產景 包括就是 因為你們接下來你們還沒有執行嘛 12月23號才要執行 我想我們一樣會是 會去看說你們到時候執行的情形 那接下來預算的話 我想林寶萍議員也有說 我們就是會 針對文化觀光局的預算 那我們就是會進行逐條審查 這方面 那我覺得說 反正你們自己也要檢討一下 因為我們在地方上其實聽到的 民眾並不是要所謂的藝術品 我想大家 我想大家對這個議題有不同的意見 那也有很多人他是贊成 那就是各有不同 那作為原本的文化部門的一個主管 那包括就是文化部裡面 市場也都一直在用這個 那你覺得我們花了這個 副縣長 您覺得我們花了這1800萬 我們預期的效益是什麼 我覺得還是可以培養人民 對於這個藝術的 這樣的一個素質上的一個提升 那你覺得有多少人去看那些藝術品 那尤其是在嘉義的 我請教你喔 我們有多少人去看那些藝術品 我想這個東西是潛於默化 就像有的人他也不喜歡讀書 國小畢業之後或國中畢業之後 他也不見得很想讀書 來我請問我們在座的局處長 遠雄做的那八件啊 你有每一樣都去看他牌子 然後是做什麼東西的舉手 每一樣都很詳細去看的舉手 我趕緊請稿一下 有嗎 有嗎 我們在座的局處長 你在管政府上班嘛 那些藝術品都放在周遭嘛 你們有去看的那八樣作品 看的非常詳細的舉手 來 農業所長解釋一下 八件哪八件 你說你看的非常詳細來哪八件 我當然有去繞過 可是我不會去記得名字 那八件 看過而已 好地點在哪邊 周遭 縣府周遭 對哪邊啊 哪裡放哪幾座 縣制特區周遭 對哪邊 哪邊 議會左邊這邊幾件 就散落這個地啊 所以你不要跟我騙啦 四個block都有啊 這樣還要騙 不會騙議員 那縣政府前面幾件 縣政府前面幾件 你每天要上班要進去的啊 都有啊 什麼叫四個角落都有 縣政府四個角落都有 不要敷衍我了 請坐 副縣長謝謝 這個只是要告訴你們說 預算 我們要編列預算 你們都會喊說 嘉義縣財政非常的困難 那為什麼我們要花這些錢 做在這樣的東西 然後連你們自己 都不會去看的東西 副縣長謝謝 我想這個當然就是大家的看法 謝謝 來接下來 那個農業處 農業處長前面請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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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議員 一再對我們這次風災的關心 不好意思 大會主席陳副議長 還有謝謝議員 這部分垂巡 目前我們是核定的戶數是各一相認別 我相信議員手上應該也有這一份資料 目前都陸續在勘察中 目前陸續勘察中 我們縣政府公所都看完了嗎 沒有全部看完 目前有的在審核有的在勘察 有的才在那個審核通知書的寄送 有哪幾間公所已經都看完的 那我這樣唸一次好了 就太保目前是副勘受禮跟副勘中 就是副勘就是 好不用這樣唸 來你給我第一張照片謝謝 好第一張照片真的是你們給我的齁 再來 這是星期一早上拿給我的 對 然後這邊是你們所有的資料 就是目前各個公所齁 我想請你看一下大浦公所 受禮129戶 核定161戶 這是怎樣核定 跟議員回報齁 其實各三區他們各個都有不同的狀況 對 那你覺得說 來 照片再 不對上一張 大浦他們公所只受禮129戶 然後縣市作業他核定161戶 合格有158戶 為什麼會這樣的情形 怎麼樣三區又怎樣不同 我是不是有物質 因為我這邊手上的資料是129 然後 審核是129 然後合格戶數是126 那你給我的啊 議員 那我可不可以再補上最新的好不好 我這邊是10月31號 對啊你們給我的資料 這是11月6號 然後再給我下一張 12月31號 下一張照片 這個是我自己在農委會的網站上查的 是 然後你看看我們目前就是公所的 勘災的進度 只有不帶全部看完 民雄 東石 義足 水上 中埔 大埔 好這邊全部都看完了 然後可是我們縣市政府呢 照道理來講 我相信在去年兩次颱風非常嚴重的時候 我們有檢討過就是 到底什麼時間公所應該看完 什麼時間嘉義縣政府應該要核包到中央去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9月29日到10月11日 就是讓民眾去受理 讓那個農民去受理 辦理現金救助或者是 地利貸款 沒有這次幾乎都全部以現金救助 對所以 9月29 等於隔天開始30日內 表示9月30日開始 你在10月30日的時候 應該是公所全部都已經要勘災完了 然後今天是11月8日 照道理來說 應該是縣政府也應該要復勘完了 然後送到中央去了 那為什麼我在農委會看到的網站 我們嘉義縣政府完全都還沒有進度 跟議員回報 這個是系統的燈打 那您告訴我 您目前你看勘完了哪幾個縣市 我這邊有一份新的 好哪幾個縣市勘查完畢喔 勘查完 對啊你已經報到中央去的 送到中央去的 沒有目前全部都是在勘查中央 因為 對所以你目前都還沒有送到中央去啊 跟你回報真正的狀況是怎樣 因為你在系統上看到的 跟我們實際作業會有落差 不是那你實際作業你送到中央去了嗎 照道理來講你9月30日到10月30日 10月30日之前公所一定要完畢嘛 然後10月30日到今天 今天是11月8號也一個星期了 一個星期你也一樣要送到中央去啊 為什麼還沒有 議員不是這樣子 因為一般來講 什麼叫不是這樣 因為你有些他們在副刊 甚至有的在是在 就像之前的災害 您也會提到去年災害 我們說真的像去年 包含韓害我簽到現在 有些公文都還在簽 最主要原因你要 所以你們辦事不利啊 這跟辦事不利無關 我跟你說去年的時候 我們就有檢討過喔 我有說過公所都說他們人力不足 縣政府也會說我們人力不足 因為災害非常的嚴重 我有提醒過您 你應該要跟 其實去年的時候 因為還沒有換政府 其實我有跟農委會說過 就是你們是不是 他們應該要調整一下 不是怎麼樣撥經費 然後讓我們就是 勘災的速度可以快一點 因為有很多農民跟我們說 議員都還沒來看 我是要趕進去 我都沒辦法進去 跟議員回報 一般來講 其實申請這些都是在公所 我知道啊 您是主管機關啊 我們這邊是會整跟抽查 可是沒有喔 我去年有跟你檢討過 就是你們如果在公所 還沒有在期限內 沒有覆康 沒有勘察完畢的時候 你們應該要發文給他們 這個部分其實進度 我們跟各公所都有保持聯繫 可是你有沒有了解公所 為什麼沒有辦法 經歷這麼多次的風災 為什麼他們還是沒有辦法 在期限內把那些災害都勘察完畢 因為個案狀況真的是蠻多的 那您現在 我記得你有在弄那什麼空拍機 是 不是說進度會比較快嗎 是 有比較快嗎 跟議員回報 這個部分 上禮拜 曹主委有專程來了一趟 其實他們就是要 就像議員講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希望加速這個部分的進行 可是有比較快嗎 絕對會比較快 那目前還是沒有依照進度來做 是嗎 他目前 再給我下一張照片 要這麼講 他目前還並不是法定工具 你看這個是全台灣的縣市 全台灣的縣市 我們嘉義縣 這個是等於是上個星期五的資料 因為我昨天再進去看的時候 他還是沒有更新資料 所以這個是直到上個星期五的 你看我們嘉義縣就是零 全部是零的 就只有苗栗 彰化 南投 然後嘉義 台東 金門 然後其他人家都還是有進度的 包括說我們隔壁的雲林 其實人家起碼他還看了一千多屆 然後往南的台南是也有九百多 高雄有九千多 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們嘉義縣市 跟議員回報 我們災害也沒有雲林那麼嚴重啊 我們是第二 縣府要去抽查 我試著再跟議員解釋一下 縣府要去抽查的前提 是公所要送件七天 也是要由公所送件算起 那目前如果是 尤其像災損嚴重的地區 其實他們會比較多的有疑義的地方 我跟你說我只是要提醒你 你要想辦法 怎麼樣速度快一點 因為我覺得 其實農民真的是靠天吃飯啊 他不是說像 像你這樣每個月都有薪水 他們要做 然後才有辦法才有前提 其實包括說這一次中央在說什麼 抓菜堂啊 什麼 其實我覺得農民其實他們根本沒有作物 哪有什麼菜堂 根本沒有貨物可以囤積 哪有什麼菜蟲而業 對啊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是你們應該 跟中央下去做解釋的 不是說勞勢動眾的話 大批的警力 然後去菜市場 然後下那些菜飯啊 然後下那些農民啊 極力向中央在說明這件事情 最主要是產地災損太嚴重 好這一個我希望說 因為我在去年的時候其實我有提案 希望說您可以提出一個就是我們嘉義線的 就是關於這個災害補助的自治條例 可是您說只有幾個縣市有 所以我們嘉義線就是配合中央 那中央既然有規定說我們30天內 然後一個星期一個星期這樣上去的時候 我希望您也要想辦法跟公所下去討論 到底我們怎麼樣可以再最快 五位公所就速度很快耶 你應該整合起來 不然看這個公所速度有辦法這麼快 他們是怎麼做的 是 就私訊交流啊 才不會落差那麼大啊 每一次勘災前喔 我們其實都有辦了所謂的說明會啦 最主要是對災害的一些定義大家一致 我知道喔 所以你要看說他們為什麼 到底難度在哪裡困難度在哪裡啊 這樣可以嗎 是 醫院我可不可以跟你回報一下 目前最新境地 好 因為您關心喔 目前嘉義線益主也已經送件了 也排在11月9號 我們會去 11月11號會去勘察 目前其實除了益主之外 所有公所還沒有把資料送到縣府 而且依照規定喔 抽查都是要有執行公權力的人員才可以去勘察 所以目前這也是各公所碰到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才會用空拍機趕快來做 協助各公所做到這個部分加速 那原則上 我們現在也是提列計畫 應該是嘉義線 或是全 就是如同議員講的 或是全國第一個先試辦 目前我們大概12月份 那我希望說 如果這一筆經費 如果說您覺得對我們勘災或未來是有幫助的話 我絕對認同喔 可是如果未來 但我們不希望災害發生 如果又發生的時候 我們還是不能快速的再去處理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你要檢討 你浪費了我們嘉義線政府的資源喔 應該不會 好 接下來我 我想喔 我昨天晚上我去參加了我們陸草下壇啊 一個養雞場的製救會 給我照片 第四章 處長我先請教您這一個喔 這個是一個切結書 然後呢這個是寫書 這個就是他要蓋敘幕場登記前 他說你看第二段喔 自從辦理申請期間 超過就是到蓄幕場登記發證前 如果遇到民眾陳情的時候 他說本人願意以最大的善意與之溝通協調 取得協議後 將協議文件送給當地的鄉鎮施工所 後轉交嘉義縣政府去行辦理 那如果呢 他說躺於抗議後六個月內 沒有辦法取得協議同意的文件 本人同意接受嘉義縣政府 廢止上開土地的容許使用書 或推薦辦理 絕無意義 然後這個是自公所轉合嘉義縣政府 我想要請教一下 這一個參考範例這個切結書 到底是你們給的還是公所給的 跟議員回報 這是早 我們在自治條例定之前 其實我們為什麼會 上次定期會 為什麼會這麼大費周章邀請 所議會一起來共同參與這件事情 最主要也是碰到 畜牧場陳抗的問題頗多的 所以這一張到底是誰 誰給的 我報告一下 這個切結書 這是早期的 早期的 早期的 表示說我們這個自治條例 我也把切結書這個部分 目前就是碰到這個切結書 有一個釋法性的問題 所以我們後來幾乎切結書部分 就沒有再使用 那是以前 並非 多久以前 我們多久開始沒有用這張切結書 應該是兩年前吧 有到兩年前嗎 差不多 因為最近的時候 我是說我昨天參加的那一場 自救會 應該是 然後他們那個業主也有填這一張 是 可是他還是改名中還是澄清還是抗議 我跟您回報一下 目前議員在關心的這個氧機場 這個氮機場 它總共是三萬隻 它是在我們自治條例之前 它是在陸草公所 在9月的時候就核發它 104年的時候 就核發它的建造跟核准開工 所以這部分都是之前的 我知道啊 所以他之前他有填這個切結書 現在是民眾問我說 議員 有填切結書 我們一直抗議到這樣 就有抗議到現在 是怎樣 他一樣還可以繼續去 我跟議員回報 因為這最重要 你上面都寫說 如果遇到民眾成績的話 你們有資格可以去撤銷他的容許使用 最主要是它只是一張切結 它並不具有法律效應 那你們當初既然要這一張給人家的時候 你們那時候都沒有思考到說 是法性的問題嗎 有 到初有思考到為什麼還要讓人家寫切結書 才知道司法性問題 你明明知道那個沒有公正力的啊 而且它不會影響到容許的同意書的可發 那是你們上面寫的啊 我不知道你們切結書是怎樣這樣給人家 好 下一張照片 好 這個是我 他們那邊的村民 就說要抗議他不要農地 蓋農舍 再下一張 有很多的村民 這個不是只有六草而已 這還有記憶的 好 再下一張 然後你看這些農路 這邊都是因為他去施工 然後把農路都損毀了 謝謝議員 然後我想要請問 地震處長 處長 其實 農路這個是歸您所管的嘛對不對 那當初一樣貴處這邊也有發文給公所 下去就是做 就是希望說他們要跟業主說道路要修繕 是 然後你再給我下一張照片 這個是還沒有修繕前 就是本來都是點下路 結果那個業主來施工之後 道路變成這樣子 那農民就跟我們說 議員啊 這要怎麼 這農到這樣 我是要怎麼走 我是要怎麼走 我要怎麼進走 好 再下一張 後來我們 我就跟地震處說 地震處有請公所 公所再發文給業主 業主呢 把路修復成這樣子 再下一張 他修復成這樣子 掌 昨天 農民又跟我說 議員 這齁 那風吹來 那種風背 山的壓壓背 再來 他說 為什麼不是恢復成原本的柏油路 地震處長我想要請教你 他們是恢復成這樣就可以 還是要恢復成原本的柏油路 大會主席 副議長 還有我們哥議員 原則上就是要恢復柏油路 那我想他可能怕為了 這是我個人推測啦 他可能怕 就是說他在施工當中萬一 他現在柏油路去鋪了以後 又再壞掉 所以他要再鋪一次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要求他在整個 就拿到這個許可的使用執照之前 我們會請公所要求他把整個柏油路完全修復完畢 才能活發這個使用執照 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 這一條路農民他們在耕作還是在走 是 可是他們在走的時 他們他們騎到那裡的家 你看那都是土糊啊 告訴我今天是漏洪 他就變得很泥濃是濕的濕滑 他們容易就是滑倒啊 所以他這個應該在 所以如果他在施工這段期間 有農民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請問是誰要負責 還是說農民就直接多賠嗎 那當然就是施工的業 跟業保當然就是施工業者要負責 當然是這個部分就是 隆路的部分 可是為什麼我們可以 我們出場我們可以 不要讓這樣的事情發生嗎 我們不要讓漢事發生啊 我們不要讓遺漢的事發生啊 可以要求業主他們就是 你就是盡量維持就是柏油路面嗎 我們有這個公權力可以要求他們 維持柏油路面嗎 報告議員當然議員講的這個是可行啦 另外一個可以做的做法就是說 他也是在施工期間也要去把這個路面 比如說他還是要去做灑水 然後要去做維護的動作 讓這個道路維持 雖然不是柏油路面 雖然不是柏油路面 但是也可以維持到一定的程度 就是安全度跟平整性 可以維持到 沒錯 因為那些農民 那些鄉親喔 他們是說 歷經年不是農 他不是農 他不是農 擊敗 下去農好爬 他是車頭來 阿現在農歸手抖抖這樣而已 所以他們會覺得說那對他們來說 他們在通行還是危險的 那我覺得說這個 還是希望說看地震處跟公所 怎麼樣下去做討論 就是看業主有沒有辦法把道路維護 因為畢竟我覺得說 我們百姓的生命安全還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他們還是在那邊通行 這一點我希望說你可以幫我注意 好 這個部分我們就請公所 跟我們處裡面來要求業者再去做改善 那地震處長我再順便請教您 我們那個 你的那個道路 農水就是你的經費 你明年度你有多少的經費 就是做路啊修路維修 我們重劃區啊那些農水路 報告議員我們下一線的 現款編列的部分 包括農水路還有更新的 改善我們明年大概編了總經費 就是在維修維護 還有農水路更新 農水路緊急鋪設這個部分 現款只有分類三千萬 三千萬 是 你覺得夠嗎 當然是不夠 因為我們的 三千萬我們大概可以做多少路 這個 我目前預計你在你手上的案子 如果我們全家一線的 你要負責的要做好需要多少經費啊 每年的維修 如果就是說 光柏油路當然會比較少 如果要 還要做 排水路 或是擠水路的話 當然會 比較多啦 這個 這個經費 就比較難以估計啦 所以您都是靠跟中央爭取嗎 當然我們會盡全力去向中央爭取經費 像一百零四只有六千 那一百零五我們爭取到九千 那明年我們會繼續在 好 希望可以幫我們嘉義線爭取更多 那 農業處長好了 先請回座 謝謝 然後我要請教建設處長 地震處長謝謝 我們這邊道路啊 的柏油路面啊 那些經費 你這邊編列是多少 我們大概整個我們縣鄉道 還有市區道路跟村裡聯絡道路 縣道是多少 縣道的部分是 你明年一百零六年度編多少 只有路邊的部分 維護我們是七千五百萬 七千五百萬有比去年增加嗎 沒有 一樣是七千五百萬 那鄉道 鄉道是六千萬 鄉道六千萬 有比去年增加嗎 沒有 沒有 那還有什麼 市區道路 市區道路我們一年有補助公所兩千萬 那另外我們為了鼓勵公所 因為那個市區道路的權責 是屬於公所的權責 是 那我們是希望 他們不要一直都希望 只靠縣政委這邊來補助來辦理 所以我們另外再 從我們的現款裡面再編兩千萬 希望這兩千萬可以用一個 拋裝引一的一個做法 就是說如果他們也要出一部分 出一半 那我們出一半 那我們這邊會優先來考慮 幫他們做那些道路 對對是這樣的方式 好 健身處長謝謝 那水利處這邊有嗎 你好像是排水溝取而已 是嗎 跟議員報告 我們水利會現在 水利處現在目前 大部分的經費 都是從中來的 那我們是針對公告的區域 就是比較大的 像那個六角排水 或者是河豹這種比較大的 它機會比較多 它可能 那個花的比較多 那現款的部分 大概編三千萬的那個 中小排的部分 中小排 對三千萬 然後另外那個水堡 水土堡池山山那個部分 大概是四千萬 水堡的是四千萬 對對 然後都市計畫的雨水下海道的部分 就是雨水下海道的部分 就是雨水下海道的部分 就是雨水下海道的清梳啦 或是說 你大聲一點我沒有聽到 那個都市計畫區的雨水下海道 的清梳的部分 或是新設的部分 大概六百四十萬 這樣子 清梳的部分 雨水下 都市計畫區內 都市計畫區 一般我們都市計畫區 都會做規劃雨水下海道 那個部分大概六百四十萬 這是固定的 然後另外在區牌的 就是那天議員問我的那個 清梳大牌的部分 一人大概八百萬 大牌清梳是八百萬 對 有搭配公所一起來提報 然後年度會先 提報上我們先看評 然後牌優先順序 然後再做清梳 好 你再幫我放照片 謝謝 處長 跟環保局長 我想請你們看一下 這是水上大褲船喔 它的人很大白 好 然後下一張 這邊 我請環保局長來看一下 再下一張 我看到這個齁 我真的是非常的難過 我真的是非常的難過 為什麼我們的八千 要自己 握推 下去的臉 再下一張 他們不危險嗎 再下一張 有看到嗎 處長可以跟我說 水利署長 你跟我說為什麼他們需要自己下去請 這個我再了解一下好不好 因為我們是有一個想 有一個構想 就是說 我這邊講實在的就是說 當然講實在 不然你要講假的 一般民眾齁 我們一般鄉民眾 你看到為什麼水溝那麼多垃圾 對 我這幾年發現 一般民眾會 其實還是我們人製造的垃圾啊 他會把水溝當作垃圾桶 他就往那邊一丟 他丟來就會寄在某些地方 然後 我們縣府的部分 一年大概變8% 事實上還不太夠 根本都不太夠 你有沒有提出 當然這個 這個是要來 大牌我們看是公告區埔就是我們的 看他是農牌 就南京大牌 對 但是南京牌你第一張照片 那個地方 他有一個16孔水門 那個 事實上他是早期的那個構造物 他會阻水 那水利位也沒有取水功能 他想拆掉 他想拆掉 但是民眾說 這麼說他要保存價值 有保存價值 所以就沒有拆 我們就有跟那個 當地的村長 跟社區局長講說 如果說你們認為是要 要有保存價值 有歷史價值 你要保存 我們沒意見 但是基本上 我們一年大概親疏一次 大規模親疏一次 那平常是不是 是不是肯是請那個社區 或是說村長可以去 跟民眾協調一下 對 可是你看耶 他們自己下去親耶 這樣不危險嗎 大概 你覺得不危險嗎 我沒有說不危險啦 只是說 看起來就很危險 我看到這照片 我就覺得很辛酸 我相信那間府議長 我想我想這個 我有跟副議長講 我抱歉 這個地方是說 就水利的防防安全來講 我認為這個是應該要拆的 因為水利會 它本身也沒有取水功能的 是說社區認為說 它要保存價值 他們留下來 那我們有跟他當局 沒關係我們也是要看 你不能說好 你要老的 這樣你們要付這千 不可以對北市這樣講啊 對不對 環境是大家一起維護的 沒有錯 那個環保是我們平常要做宣導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危險的 我們可以幫就盡量幫他們 我們當然盡量幫 我一年都會幫他們親一次到兩次 好 謝謝 環保局長我想請教您 就是我們有沒有什麼機具可以幫他們 有嗎 我們是有機具 但是平常的維護 我們希望是業管單位自己維護 有什麼單位 譬如排水溝的主管單位就有排水溝 主管單位他們自己去維護 對 所以像這個排水溝就是我們水利處 應該要負責的 你們可以搭配就對了 對 北區清理法規定很清楚 可以協助就對了 除非說它真的有困難 那我們就協助 好 局長謝謝 好 好 接下來再幫我放下一張照片 再下一張 這個是陸草海風淹水 去年杜鵑颱風的時候淹水的 再下一張 整個都淹了 然後水利處長我也有請教您 就是因為它海風中白不做 像這樣情形怎麼辦 他每次回到紅胎 船長啊 你宿船都卡到的給我 這次的紅胎 他又卡到的給我 他說 我今天教師公 我們這裡最要贏開始 你會來喔 他說沒有 我們講 叫天天不應 叫地地不靈 他說 你要先想看 你可以叫誰來看 我們這裡淹水 淹到這麼嚴重 可是幸好這一次沒有 因為村長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有事先請水利會 然後什麼單位來把那個溝渠喔 整個先清過 所以這次淹水 水溝只有九分滿 沒有到全滿 沒有像這樣滿出來 那為什麼我們海風中白都沒有做 我跟議員報告喔 海風中白它事實上也是 它是屬於壓沒了的一條支流啦 只要是有那個鹿草 海洋會變那麼高 也不是沒有做 他沒有診斷做 他不是幾段做 然後 其實 那為什麼沒有做 杜鵑采風 其實要看雨型 就說他雨是降在什麼地方 還有他在多少的時間內 比如說短時間內 三個小時內就下到 可是我們民眾 沒有辦法去判斷說 到底多少時間內 我家園什麼時候會淹水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如果能夠把排水都做好 你看那煙成這樣子耶 他們要清非常的辛苦耶 不是嗎 我們是可以來看的 就是去年 如果議員講那個照片 是去年杜鵑的話 杜鵑當時的夏是下在那邊 那當時我想 我們應該就都有提報 都有跟你們說 那你針對海風中白家 你們有什麼規劃 海風中白其實我們還是要 從下午的壓秒先做起啦 壓秒幹線要先通 那多久會做到海風中白 會做到我們六槽海風 多久的時間 馬議員齁 這個部分的錢比較多啦 我們現在現在目前 再跟屬於主 你可以再跟我說 經費大概需要多少嗎 你有心裡有預算嗎 還是需要再算一下 你剛剛那個壓母療的下午 要把它做完 這種完整做完啦 可能要將近20億啦 20億 南年我們六槽應該就 繼續淹水就好了 也不是這麼講啦 就是說 剛剛議員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可以年度慶祝計畫 去協助先把它 你們一年慶幾次 我們一年大概慶一次到兩次啦 看經費 對啊還是看經費啊 你怎麼可能全部都去 請我們六槽那些啊 不可能嘛 因為房庸頂一樣都有淹水的進行啊 我剛剛已經強調說 這個要看你的語行啦 就是說 你去年杜鵑告是下載陸草 有泰保這一個區塊 所以當初不是只有 你的海豐主馬鹽而已 包括荷包的系統 整個都一年出來 我知道很多地方都淹水 對 我們現在陸續一直在改善啦 當然 我跟月媽媽 我們的第一期 希望可以盡快啦 好不好 我當然盡快 因為我 雖然雖然說六槽 人口水比較少齁 不過也都是 我想 鄉親的生命安全 還是都非常的重要的 然後我希望說 處長這邊可以再幫我們 用心一下 是是 謝謝議員 好 處長謝謝 其實我看那個剛剛的 剛剛那個農水路啊 或者是我在參加機設的那個 謝謝 那些活動 我自己都覺得很 對那些村民都非常的抱歉 身為民意代表 沒有辦法 幫你們爭取到更好這樣 來警察局 去洗手間 去洗手間 局長不好意思 我有事情請教您 來 議長請指導 好 出力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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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目前到現在的監視器是有 看一下資料 我們到現在設置的總共有590組 有3668個鏡頭 我們現在現場的粉質 我們每年大概 大概有400萬的建制會 那另外在 400萬可以幾組啊 我們一組大概要60萬左右 所以400萬 68 48 67 42 所以做7組 對那7組有時候有 那一年增加7組 那一年增加7組 標儀款我們還會再來擴充 再來做 那目前的500多組夠嗎 這個就 這個 在我們警方的立場啊 還有在老百姓的希望裡面 是越多越好 最好我家門口就有一個真視器 但是實際上 你也希望越多越好嗎 但是現在實際上就是現在 要牽涉到維修會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維修會已經 一年要編到700多萬的維修 因為還有牽涉到網路會 網路會 你知道有的 欸 嘉義士吧 對 嘉義士 他們是不是用那個 電視台的網路的系統 這個 一座對這個很用心去瞭解 我想這個我也一併來報告一下 因為嘉義士我自己待過我知道 嘉義士因為那個就是比較集中 所以變成他們的 透過電視台的網路很方便 所以他們公開招標的時候 四星來標 那一向也都做得很好 那因為我們嘉義線浮原會比較遼闊 所以相對的就是我們幾乎都是透過 中華電信來標 來標我們這個電纜的這個 透過他們網路 那其實整個效果也很好 也很好 那另外也有藝座在關心說 是對民間的這些設備能夠把它 納進來應用 對啊 整合啊 因為審計師有告訴我們說 看是不是可以整合 因為公所也都有嘛 或者是有的社區一樣也都有設置 那為什麼我們不能把它整合起來 是因為系統軟體的不同嗎 對 系統軟體 而且關請問來講 真的相鎮公所那些設備 都是大概都是97年 97年以前設置的 其實這種東西還是有它的使用的那個連線 而且它的效果 因為這種科技的東西越來越精密越好 效果越好 以前相鎮公所的設置的 我們大概有做個統計 大概還有268支的鏡頭是可以用的 可以用 但是你要把它整合起來 現在以後的維修費還有網路費 網路費不便宜喔 網路費光這個 只要用四支鏡頭來算的話 一個月的租金就要1200多塊 處長 我們如果整個 都有我們嘉義縣警察局 嘉義縣政府這邊下去做 因為想說這個對治安非常有幫助 因為民眾喔 像你們治安會議 我想應該民眾最常聽的就是說 怎麼都沒有攝影機 包括我六支 中樓 西處樓 兩個村 整個西處樓 西處樓 中樓 西處樓 你的一組我們嘉義縣的 包括公所或是縣政府的監視系統 完全都沒有 而且他們他們是都身份廟的自己的地 然後還有一組在那個樓口而已 可是附近他們要出去的周遭 完全都沒有任何的監視系統 是 所以其實監視系統裝了 其實因為陸草 很多地方我們既然地遼闊的話 遠景又少 那不是說我們應該鏡頭多一點 然後可以 就是你們在辦案也對你們比較有幫助啊 不是嗎 其實可以的話是盡量 那你們有評估說我們如果整個這樣經費需要多少嗎 其實我來了我有跟我們業務單位有在考慮這個問題 因為我待過了其他縣市有做過統計 像台中市他們曾經有調查過 譬如說這個優先要設置的然後次要然後一般的 好像調查起來要十幾億還是多少錢我忘了 我們嘉義縣評估是多少 我們這邊我還沒有做這個評估 但是我在想假的說真正要去調查 上次我們的業務單位他是跟我提出來 譬如說我們假如一個箱禮來再給他們一組的話 這樣算 一個箱禮再一組不夠啦 假如我落草就要去做啊 對 但是假如說一個箱禮可以 沒關係 你現在是說我們現在 縣政府一年四百萬的經費就對了 對 縣長 不好意思我請教你 我們有沒有辦法經費多一點 就是監視系統 就是你可以給嘉義縣評估 我們問的每一樣項目我其實我都很想做 但是以我們每年兩百三十億的預算規模 在控管八成五 事實上我們光是人事行政會就佔五十六點多 所以剩下的四十幾%怎麼去分配 都是很頭痛的問題 監視系對於整個智慧城市的安全 確實是很有幫助 但是我們的都會區人口集中 他就容易做而且比較有錢 那嘉義關係嘉義市的三十八大 我們的福源這麼大 所以我們的建制金會真的很大 所以我們都很想做 所以現在我 那你有沒有想過說就是我們怎麼樣可以 我現在正在跟經濟部的科技專案 它有一個智慧城市的案子 但是目前它基本上 都是只有補助院瑕士比較多 就是說好家的關係還補助這麼多 那我們的新政都只是軟體規劃會 所以最近我也是大力在跟中央爭取這個部分 因為憑我們下一線政府的預算 即使再多一倍出來 我們還是解決不了很多的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是個人非常同意 監視器的補設對我們整個社會安全 社區安全是非常有幫助 但是我們的醫生的規模有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科技專案 管理員我是希望說 因為你的預算可以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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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頭我們比較接近的農業背景 人口比較接近的 來做一下給你參考一下 藍豆他225他的規模預算 他的農業是2% 他的高通4.5% 都比我們少很多 社會福利他13.5%也比我們少 那他們多是多在哪裡 他們多是多在哪裡 他們也許多在文化觀望或是人事行政會 那幾個縣市比我們少的 我想要知道說他們把那些分家的都在哪邊 他們其他的部分 像人事會他們可能也上很多 也許他文化觀望上多數 所以你要的話 我們可以請我們的財政主席來整理一個資料給議員參考 就是說我們要做比較會比較客觀一點 就是說我們自己想要做主觀上我們想做 但客觀環境可能就是不容許我們做這樣子 你就是說我認同現場就是說我們可能要多比較 才知道說怎麼樣讓自己更好 不過我覺得比較的 不是像你剛才說的 我們有隊比人比較好比人比較好 我比較喜歡跟人說我們 我不是說比人家好 我只是說我們注重的比例 我剛剛才會反問你說 那他們是哪裡支出的運用的比我們還多 這樣懂意思嗎 這個我們要再把整個詳細分析再給議員 好 沒關係 現場我就是希望說其實在陷阱局這方面 監視系統 因為我相信他們很認真都在辦那個 治安會議其實有在宣導一些反詐騙 其實各方面或是交通事故應該要怎麼解決處理 這點其實我對陷阱局的同仁非常的認同 然後也對他們肯定 然後只是說真的礙於經費 然後因為很多鄉親也是一樣都給我歡迎 所以我才會擔心 這個議員說的真對 我也很認同這個看法 其實不是只有議員 大概十八鄉鎮的議員也常常提到這個問題 我知道所以你可以看說 監視系可以解決很多社會 也可以以不同的鄉鎮 其實我們可以以鄉鎮為單位 當然我們現在 或是每一個分局為單位 看怎麼樣下去做整合 不一定做一次我們就要轉管做好 這一定要用分局 再麻煩你們下去做規劃 好 這個一定要以分局 因為他將來的維護管理非常重要 所以是以分局為單位 好 謝謝 局長謝謝 好 謝謝 然後最後 我想要請 你幫我放影片 大家看一下影片 然後幫我調大聲一點 先放大 幫我調大聲一點 謝謝 大聲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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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上請大聲一點聲音 樓上請大聲一點聲音 就是我們針對我們所要運用的經費 廖經部委員會的同意才可以使用 那經費使用完畢了 也要報請貿務部來同意 所以這整個流程 就是依照我們的規定 還有整個的程序的流程 委員會有同意嗎 這個案子永遠同一百年 不是 茶葉體驗博物館 報告議員 這個案子 在一百年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匡列了五千萬 那後來呢 後來因為我們那個場地的問題 什麼場地的問題 因為那時候希望能夠在山上 能夠找一個 能夠在台十八線旁邊 找一個場地 然後來做我們產業的重建 來照顧這些 我們這些查農 那因為場地一直尋找有困難 所以後來我們就先行策案 所以策案就是沒辦法做了嘛 對不對 所以委員會大家同意取消了嘛 是嗎 沒有 那時候是策案 對 策案就是沒有 這件案子就沒有啦 現在政府自己先策案 然後在烏龍會來當副縣長的時候 在要關帳之前 我們又再問中央 他說可以 關帳什麼時候關帳 可以延到今年做 還是說茶葉博物館這個計畫 可以延到今年做 同意茶葉博物館 你確定嗎 對啊 好 我們館長說這個是經過 我們委員會同意齁 這件茶葉博物館的案子 是經過委員會同意 然後可以在103年的時候 經過委員會的同意 可以延續下去做執行的 我在網站上看 看不到這樣的資料 然後我想請社會局長 你在那邊回答就好 有嗎 我們當時有保留嗎 報告委員 我回去查了一下資料 就是說我們在102年的時候 我們那個 我們內部 就是我們內部裡面 有提出這個案子 因為地點沒有找到 所以說我們就先行取消 在102年7月的時候先行取消 可是那時候 我們還是把這個案子 留在我們那整個列管表裡面 所以我們報給衛福部的 整個列管表裡面 都還是有查不管這個案子 在我們的列管表裡面 只是說沒有編列經費 好 OK 謝謝請坐 那個下一張照片 這個是103年第一次會議 委員會的 運用委員會的會議資料 103年7月22的時候 然後看一下下面第二點 單位業務報告 其中序號58 為了用黃色螢光筆 本委員會103 100年6月23 召開第一次會議 然後後面有73案 執行完畢 58跟109取消申請 好 下一頁 不知道你們看得清楚嗎 我一樣用螢光筆那邊畫的 這個是在100年7月的時候 阿里山高山茶茶業體驗區 原本申請5000萬 這個0 因為他測案了 這個我數過的 這個就是第58案 他把它測掉了 下一頁 這個是嘉義縣政府發給衛福部的公文 105年8月26的時候 他說 他說減送本縣莫拉克風災民間捐款 專戶剩餘執行計畫變更明細表 然後說明1 他說本變更新增提案 在105年12月底前發生權責 然後在107年6月以前 辦理萬軍 下一頁 這是你們提出的變更明細表 到了直到100 編號第183號 你最後我們的餘款 還有剩下2909萬 2502元 下一個是你的新增提案 編號第186號 不是58號 這是186號 3800萬 茶體驗園區高山茶主題場館 新增提案 那哪裡有保留 誰保留了 說謊啊 在義式殿堂說謊啊 所以議員有言論免則權 然後官員也有言論免則權 下一張 報告議員 下一張 這個是你們縣政府呢 在發文給魏夫婦的 就是說 有你們有說我們在那裡找不到茶 博物館什麼的 所以呢我中間也有幫你找到的 你說用地取得困難 所以在100年的8月的時候提案 在102年7月的時候取消 然後所以你們 因為有故宮了 所以想要在新建茶體驗園區的 高山茶主題博物館 這個 所以沒有像你們說的 什麼103年的時候 吳榮輝 沒有像縣長說 103年吳榮輝當副縣長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呢 就有提的說可以言的 說確認委員會有通過 這一案可以延續下去 欸不可以這樣子呢 我就怎麼可以這樣子 在議事殿堂上公然說謊啊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不知道啊 就說我們再查查看 可是當然不能像農業處長 跟我這順的時候 還說我會後再補資料給你 補到會議結束了 資料還才補出來 再下一個 不用 局長不用 我不用請你回答 這個是我在 你們在網站上 每個人在網站上 都可以看到說 他在105年9月的時候 有看到這一個 這是縣長批的3800萬 要查體驗員區高山查主題場館 興建 下一個 這是105年6月23 一樣虔誠 就是請縣長勾的 我想上一次質詢的時候 我已經有給大家看過 這是由縣長下去勾選的 下一頁 我比較在意的一點 為什麼有這麼多件案件 縣長就是勾第五樣 查體驗員區 2600萬改成3800萬 這一筆經費 再下一個 我勾的粉紅色的 這裡有七件 他們加起來只要2964萬 2575元 離我們的2909萬 其實相差差不多55萬 我們如果可以把這些都做了 其實我們在 限款再貼個55萬 其他都可以做 我不懂為什麼 如果今天 那個 這樣 這一個 查體驗 高山查體驗員區 只要我們是在明年的預算裡通過了 你要執行就可以嗎 我們何必浪費這一筆預算 我想縣長有說 我跟他沒有交集 針對這一點 沒有交集 或許可能縣長常常出國 最近常常出國 你到國外去看了很多 我情跑基層 我聽到鄉親的聲音 是希望說 我們的道路 排水 然後我們的就業問題 人口老化問題 然後孩子的生育率降低的問題 是大家的經濟不好 大家 不敢生孩子 我找頭路 排水 我會 回來 在我們自己的 不是從事服務業 就是做事 做產的 然後現在又 天災那麼多 其實真的收成都非常的不好 他們狀況都過得非常不好 我不知道 大家有那個 閒情意志 再去欣賞 文化觀光局 現在要做的 今年初做的 一千萬的遠雄的八件藝術品 接下來 年底要執行的 一千八百萬的 藝術品 十二件藝術品 或者是說 未來我們縣長非常有前瞻性的 摸馬藝術館 查體驗園區 衛行文創園區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的思想 差異會這麼大 然後我只能說 我覺得非常的遺憾 我建議的縣長 可能有一些他聽不下去 那我會覺得說 我是非常誠心的建議啦 當然縣長你非常有前瞻性 我是希望說可以針對 我所提出的 民眾的基本生活需求 還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相信如果只有博物館 藝術館他們真的沒有辦法當飯吃 然後以上就是我質詢的結束 我謝謝各位局所首長 其實我相信大家知道 我這晚真的其實就對事不對人啦 那未來的話其實還有幾天的質詢 那我還是希望說可以跟大家一起做探討不同的議題 希望讓我們嘉義先可以更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讓管長來回應一下 謝謝議員 我想我們縣議會的每一位議員都非常關心 嘉義的每一樣的建設跟經費的運用 那我在這裡我想我們的立場 我們尊重每一位議員的建議 也尊重每一位議員在這裡的花園的免責權 但是縣政府有一些施政的理念 還是希望透過這個地方很清楚的 給所有的民眾能夠了解 請說議員 你說的莫拉克風災款 我在這裡再跟你報告 我們莫拉克嘉義縣 我們山區是非常嚴重受害的 但是經隔加儀館也都是在財庫啦 那時候我有爬 我有坐在山區去看災區 我也攀了繩索上去像茶山 像帆路的草山 我也坐什麼 坐那個怪手 過那個河櫃 去到那座山里家那邊 所以我是親眼親身去目睹 也感受到整個莫拉克對我們的整個 整個的一個傷害 所以莫拉克的善款 我們都做兩億五千幾萬 每一分錢 不要講說三千八百萬 甚至於十塊錢跟一毛錢 我們都不可以亂用的 所以這都是網上能夠 我們都有公開 非常透明給大家知道 那至於莫拉克的善款用到哪裡去 很清楚的 中央政府 莫拉克重建委員會 也是有幾個方向 生活重建 設施重建 心靈重建 產業重建 跟文化重建 大概就這個方向 都很清楚的 我們所有的每一分錢都是很清楚的 然後有一個委員會在審查 在103年底的時候 這個委員會要關葬了 所以我們有很多沒有做到的 那個時候 吳榮輝 我們的副縣長 他覺得錢被收回去不好 所以我們在今年度的五月份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是請各單位再想看看 有沒有什麼可以運用這一條 這個莫拉克散緩的用途的 所以才會有你剛剛講的 這個表裡面 從第一項的1520班地的開發案 包括第二案是充實收容所整備 第三是永久翻入日安社區的老人共識計畫 然後第四案是移動式抽水機 再來是消防隊 再來原住民文化部落等等 包括查博 查體驗園區 所以這些東西我還是要跟議員報告 像第一案1520班地是因為原因消失 原來我們是準備要在1520班地做三個教堂 但是那一塊土地是審了在審 事實上是不適用 它有很多的這個山坡地的一個問題 所以別讓整 台十八線也很多也都不能做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第一個案子的問題是原因消失 他就不需要做 第二個案子是收容所 你提個查體你講回答我 查體驗園區 到底是103年保留的 還是我們今年度又在新增提案 這個應該是說 這個在重新提案 重新提案 因為103年他通知要關 如果今天我沒有再去跟你們貴府要資料說 委員會到底開會的紀錄是什麼 沒有這個紀錄都很清楚 你剛剛有看了影片 你很展聽截鐵的告訴我們 這個是103年保留下來的案子 我們保留原本 那今天我把資料找出來了 我今天不是在跟你喔 你今天才跟我說 你今天是新增提案 我跟你說 我不要再跟你爭辯這個是保留 因為從頭到尾我們就是保留 我今天會把這一件影片再提出來 再問您這一點 是我要讓您知道說 在義式殿堂上 不是你們對外說的 記者就幫你什麼 就寫出來 我會去求證 包括說我今天會站在義式殿堂 我會詢問每個局處長 我絕對是有根據 有根本的 我才會提出這樣的問題 不然的話 我哪有臉站在這邊啦 你就是跟我剛回來啊 沒有啦 那個議員 對不對 我現在在這裡也是要跟你說 所以你沒資料 你沒有確定的事情 你就說有確定 不然影片再放一次 你怎麼斬釘截鐵的 我們今天不是在爭論喔 這個是新案還是保留原案 這個問題就是我要跟你說清楚 那一天我們講得很快 但是事實上 因為我的印象中 那是斬釘截鐵的問題 沒關係啦 如果說我是斬釘截鐵 那我把釘跟鐵拿掉好不好 因為這個本來就是舊案 因為我們一直重複的思考 就是整個山區最重要的一個產業 它怎麼樣 上一次莫拉克颱風之後 我記得一年內 一年內 周圍遊客都不敢到阿里山來 所以我們有做了多少的廣告說 你有多久沒有來阿里山的 阿里山現在是安全的 我們要花很多精神去告訴大家 阿里山現在是OK 可是很多旅客卻不不來嘉義 我們那時候整個山區有多慘 除了觀光以外 我們的農業 這個是我們重要的經濟產業 所以我們這個案子從來沒有要解除 是在103年底的時候 行政院莫拉克重建委員 是通知我們要關帳的 到104年底喔 104年底 所以你們要去準備收案的 所以我們這個案子是保留 但是一直到100 你又說保留明明就沒有保留 你們就取消了 你看你現在又說保留 我們一直保留這個提案構想 所以在100 所以那是你在想 可是在委員會裡面根本沒有這一筆資料 沒有關係啦 委員會都會審的 不是我一個人想要怎樣就可以怎樣 委員會在103年底的時候就結束了 沒有啦結束也沒關係啦 就算心安同體啦 這個也是為了嘉義縣整個山區的產業重建 不是我今天的狀態就是說 我希望我們今天在這邊質詢 你們在答覆的時候 應該是你們要有根本 不是隨便來應付 我沒有隨便喔 議員我沒有隨便喔 你知道嗎 你隨便一答 我要很認真的再去找資料 來求證說 你到底說的是不是事實耶 你求證你也並沒有什麼 抓到什麼不法 你只是要把管政府撈開嘛 但是我要跟你說 解釋不清楚 不是要把你撈開 我不要給你知道說 你講話要有經濟才講 你有證據啦 你隨便清楚才講 不是說都清楚才講的 因為你 我告訴你這次的 是你說 詹文正議員你都混淆視聽 我想要知道到底是誰在混淆視聽 我沒有混淆視聽啦 因為在105年的時候 吳榮輝副縣長還在 在我們今年5月的時候 吳榮輝副縣長 他就要求各單位說 在這個錢被收回去之前 大家再想看看 怎麼樣把這個 這個預算不要被收回去 所以每個單位 我沒有激動啦 我只是很 我就是要把它講清楚 所以每個單位才會提出來這些東西 那這個也都是經過審查會 一條一條的通過審查 但是其中有一些是原因消失 有一些呢 譬如第二條收容所的部分 是因為吳榮輝副縣長那時候開會的時候 洪時事會到處理這個事情 有的部分是老人食堂我們的公務預算已經處理了 所以有的已經做了 有的是改管 有的是原因消失 所以我們後來決定把產業重建這一塊加強做好 所以我們把原案的這個案子又提出來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啦 所以我想利用這個機會 我只是要很清楚 跟我們的議會報告 這個事情 縣政府每一個整個莫拉克的散款 我真的告訴各位 報告各位 不是十塊 十萬 一千萬的問題 一家就不能購買用 所以這些隨時都是公佈在我們的網上面 好啦好啦 那開委員會也都開過 你剛才跟詹緣議員說的 都在把官政府撈開 跟議官議會每一個議員 他的本質就是要監督你跟議官政府每一個科局處 我們接受啊 對 啊不是把你們撈開 這是在跟你們監督 要把你們建議 要讓你們改善 不是說直接要把你們撈開 然後 我們有時候 但是啊 剛才這個情況 你的開機是怎樣 都是由 議會 當然 來跟你們 管政府感動好聲 我們不知有辦法讓我們 讓我們的官民優秀交代 那麼 政鋒處的處長 一天 搞定你查了怎麼辦 主席 主席副議長 那這個 回答這個議員的問題 那我們這個 目前呢已經這個 向這個相關的局處呢 索取那個相關的資料 那目前呢 那我們要請這個 主辦單位呢 就這個說明 提出一個相關的說明 那我們再 對照相關的書面資料來做一個 一個那個查核 意思就是說要不查出來就對了 是不是這樣 沒關係啦 那個議員 你就讓鄭鳳之去查吧 你不要怕 我請你給他時間 我沒有在怕 也請議員不要 請議員 請議員 請議員也不要議事 我叫你去查 這樣比較近喔 好 好 我請他查啦 這個查的當中啦 對不對 炒得最小 齁 啊 如果沒有炒得最小 是獨立喔 這樣聽到嗎 好 現在時間到了齁 這樣剛好 剛好 剛好啦 好啦 今天總之順到這裡齁 散會 有種 有種 是 有種 有種 不應該 有種 有種 不應該 有種 可以 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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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